第2861章惊恐交加 三公子是拼了 没错 他就是想用一招强大的招式 争取扭转局面 争取结束战斗 甚至是斩杀王晨 但是 王晨岂能让他如愿 耳边 传来的是颜悦等人的惊呼声 王晨的眉头微微皱起 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大神通吗 好吧 那便以大神通来一决胜负吧 洞天 是很强大的一个招式 但是 不够 现在重伤的你 施展出这一招 不够 咦 重伤了 我确实没事 甚至 我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沉无血脉 越战越勇 三公子 你知道吗 现在的我很兴奋 我很想杀了你 王晨眉着眼睛喃喃着自语道 灭阳剑 终于 在那势如破竹的一招 轰到王晨身 前不远处的时候 王晨手中凝聚出了原理之兵 轰 一声轻横 灭阳剑轰出 灭阳剑 这是大神通 王晨如今唯有的两个大神通之一 这也是王晨最强大的招式 一剑挥出 震天动地 王晨的身体 仿佛一片汪洋 拥有无尽的能量 但是 这一剑挥出之后 王晨只感觉 体内的能量 正在迅速地被摄取 原来灭阳剑 能够更加强大 如今 王晨的实力强大了 灭阳剑爆发出来的威力 绝对不是当初能够媲美 一道极光值充云霄 王晨手中的那一柄 原力之兵 在恐怖的能量灌注之下 此刻化为了千丈巨剑 呼呼呼 巨剑呼啸 仿佛是有了生命一般 嗡嗡嗡 原力之兵在棒薄能量的灌注之下 兴奋地战斗 仿佛 融合在其中的轮回剑胎 被彻底地启动了一般 这轮回剑胎 本就是逆天之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融合着朱雀烈焰 轮回剑胎爆发出了炙热而耀眼的光芒 光辉朝着四周扩散 四眼无比 甚至让人睁不开眼睛 正片草原之上 无尽的能量 此刻都被王晨吸收而来 浓郁到实质的能量 狠狠地灌入到了那一团光芒当中 轮回剑胎 这一刻 更是化为了一轮烈日 闪耀无边 哼 终于 在王晨的手腕一抖当中 这一轮烈日迅速落下 在那一朝洞天抵达身前之前 王晨展开了反击 滑滑滑 剑锋还未彻底地落下 但是那恐怖的气势 却是足以横扫巴荒 方圆数千米的狼藉之地 再一次遭受到了霸道的洗礼和蹂躏 无尽的尘埃和巨石 被席卷到天空当中 哼 这些尘埃和巨石 覆盖在了那一层光辉之外 化为一头巨兽 直奔前方而去 给我破开 看着前方直奔而来的三公子 王晨面无表情地怒吼道 轰 轰 轰 在王晨的怒吼声当中 终于 这一头巨兽和那恐怖的旋风撞击在了一起 绝对是世界末日 宇宙初开 或许也不过就是如此 不 此刻的天地 比混沌时期更加恐怖 天昏地暗 剩下的只有一道道极光 朝着四周迸发出去 每一道极光都犹如实质 能够横扫数千米 所有阻拦在这极光之前的光芒 都被无情地摧毁 撕裂 化为尘埃 消失无踪 通鸣声不断 巨兽和旋风 开始了最疯狂的挣扎和纠缠 天道崩溃 大道碎裂 弄弄弄弄 整个时空 甚至陷入到了错乱当中 这是两个强者之间的交战 此刻的王晨和三公子 都爆发出了极致的实力 甚至都大到了八次重修的高度 这绝对是如今战场之内 最顶尖的较量 甚至 这是两招大神通之间的较量 每一招神通 都掌控无尽的天地大道 这是大道之间的碰撞 啊 轰鸣声不断 三公子面色猙獰 好恐怖的气势 好恐怖的力量 竟然也是大神通 三公子第一次感觉到了武力 巨大的旋风 正在一点点的被猛兽摧毁 那恐怖的剑气横扫 更是不断地将旋风切割 眼看着洞天一招的威力被不断地削弱 三公子目自欲裂 混蛋 给我滚开啊 头上一根根的青筋爆出 三公子张口喷出一口金血 身形摇晃了一下之后 疯狂地怒吼和咆哮 轰隆隆 伴随着那一口金血绽放出无尽的威力 原本已经处于下风的旋风 再一次膨胀了起来 轰隆隆 一次又一次的轰鸣声传来 光芒四射 在震动的大地和崩裂的天空当中 最终 两股能量竟然在也不相上下 化为一股极致的力量 朝着虚空当中摄取 撕裂了乌云 撕裂了天地 进入到无尽的苍穹当中 扑痴 狂风骚然消失 两人的招式 不分上下 王晨和三公子都是身形 忍不住站斗了一下 朝着后方倒退而去 瞪瞪瞪 足足退出了数十米 王晨和三公子这才分别 稳住了身形 呵呵 你不过如此 三公子 难道你只是这样了吗 抹掉了嘴角边的血迹 稳住了身形之后 王晨看着远处的三公子 似笑非笑地询问道 他的眼中带着一丝嘲讽 带着一丝蔑视 没错 站得到这时候 王晨已经有资格如此了 因为 三公子没有更多的手段了 不是吗 面无血色 惊血亏空 神魂受损 三公子的化身 又能如何 但是 王晨不一样 王晨感觉 他的鲜血在沸腾 强大的对手 这对王晨来说是最好的考验 沉无血脉 越战越勇 现在的王晨 状态丝毫不解 比萧死长 这样的情况下 战斗还有悬念吗 三公子的最后一丝希望 王晨也打破了 今日 我便杀你 想到这边 王晨手持原力之兵 横指三公子 冷冷横道 哈哈 老大 杀了这个混蛋 晨 不能给他机会 不但是王晨 此时此刻 看着这一幕 在王晨的身后 狂人和颜悦又是何等的激动 奇迹 这又是一个奇迹 谁能想到 如今的王晨竟然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要知道 王晨如今面对的敌人 那可是谁 那可是三公子啊 这可是九城联盟的三公子 斩龙格的天骄 整个战场的强者 王晨竟然与三公子一战之后 取得了上风 这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传出去 整个战场都要狠狠地震荡起来 而他狂人和颜悦 将会成为这一场战斗的见证者 若是能够杀了三公子的话 想到这边 两人也是忍不住的热血沸腾 杀 不需要狂人和颜悦说 王晨也知道 接下来他该做什么 轮回之光 手中拂一捏出 王晨直接记出了轮回之光 轰 一阵气浪炸开 四分五裂的世界 突然之间安静下来 一股金色的光芒 从天而降 覆盖八方 脚 紧接着 王晨更是不给三公子 丝毫反应的机会 双手一握 大声地怒吼道 轮回之光 绞杀 这是王晨的强大招式 在进入道严城之前 这一招已经媲美寻常神通 直追大神通的步伐 如今呢 如今 王晨在轮回之路和轮回秘境当中 更是收获巨大 提升的不单单只是实力 更是对轮回之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晨第一次实践轮回之光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这一招的提升 只怕与大神通也相差无几了吧 千万道何许的光芒 这一刻 在王晨的怒吼声当中 化为无尽的利刃 这些利刃 比起当初更加强大 这些利刃当中 带着死亡的气息 也带着生命的气息 双重气息的融合 显得无比的诡异 一念生 一念死 持光之力 更是在王晨的控制之下 疯狂地流失 转眼之间 重伤来不及逃出轮回之光的三公子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不 怎么可能 王晨 哇 生命之力迅速地流失 三公子惊恐地发现 他的头发 正在迅速地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的身体 竟然也开始变得寇楼了起来 在自己的身边 岁月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流失穿梭 这便是王晨的招式 与王晨的真正交锋不多 所以这是三公子第一次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轮回之光的恐怖 不但是那岁月之力让三公子忌惮 那无尽的时光之剑 更是让三公子心中发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三公子感觉到 自己似乎进入到了极寒之地 那种寒冷 深入骨髓 自己似乎站在地狱当中 周边充斥着死亡的气息 世界似乎一片黑暗 危险无处不在 原来 死亡已经降临了 这绝对是三公子第一次如此真切的体会到死亡的气息 咽喉 似乎被卡住了 都无法呼吸 三公子瞳孔收缩了起来 他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王晨 你休想杀我 眼看着无处可躲 终于 三公子双眼赤红地怒吼了起来 拼了 不拼的话 难道等死吗 不能死 这一刻三公子恐惧了 不想死 他为了生存而战 他为了最后的希望打算一搏 疯狂地催动体内剩下不多的能量 根本不顾自己的伤势 口中鲜血狂喷 三公子冒若疯子 给我滚开啊 直到能够调动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之后 三公子如同利剑一般 以自己的身体为利器 狠狠地冲入到了四面八方覆盖而来的那一张金色的天罗地网当中 他用身体 来对抗那万千的金色光芒 来对抗那无尽的时光利剑 王晨休想杀了他 第2862章逃之夭夭 三公子绝对是从未料到 有朝一日 他会如此的狼狈 他绝对从未想过 一只蝼蚁 竟然真的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所以这一刻 三公子真的很后悔 很疯狂 更加憋屈 他再一次后悔当初给了王晨一次机会 若是当初他想的话 真的能够一根手指头就碾压王晨 斩杀王晨 但是 他都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他竟然因为韩宇轩 而选择了放过王晨 他竟然给了王晨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三公子算是彻底的体会到了这一句话的意义 因为他现在正在自食其果 王晨 这一切都是当初他遗留下来的苦果 如今 这个苦果 要夺走自己的生命 三公子自然不甘心 他眼中闪过了一丝不甘心和复杂的神色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以生化剑 融入到了那一片金光当中 轰 金光炸开 随着三公子杀入进去 整个世界化为了一个金色的世界 刺眼的光芒 甚至让远处的狂人和炎月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唯独能够感受到的那便是无尽的剑气 肆虐的风暴 还有狂暴的轰鸣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多久的时间 终于 当那轰鸣声彻底的落下 当那一天金光开始消散 整个世界这才逐渐的安静下来 扑痴 一口鲜血喷出 王晨整个人亮枪了一下 险些瘫坐在了地上 陈 老大 眼看着王晨如此模样 远处的炎月和狂人连忙强撑着气力冲到了王晨的身边 扶住了王晨 他们警惕地看着前方 看着那一片几乎消散的金光 三公子如何了 没有人知道 最起码 在金光未曾彻底地散去之前 这是没有人知道的 刚才那一招交锋的情况如何 这也是炎月和狂人心中的疑惑 呼呼呼 寒风呼啸 足足过去了一盏茶的功夫 终于那金光彻底地消散 嗯 随着金光消失 看着眼前的一幕 狂人和炎月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空荡荡的一片 没有三公子的身影 剩下的只有一片狼藉到不堪入目的大地 这是怎么回事 炎月面色怪异地询问道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哈哈哈哈 那三公子 他肯定完蛋了 嘿嘿 那三公子不是牛逼吗 他现在牛逼去啊 哈哈哈哈 他化成灰了 被我老大轰成喳喳了 肯定是如此 狂人却是在愣了一下之后 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那表情叫做一个激动 十五足道 仿佛获得了胜利的 就是狂人本人一般 看着狂人那十五足道狂欢的模样 王晨嘴角抽了一下 炎月更是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他真不知道谁给狂人的这样的信心 怎么回事 白了狂人一眼 炎月皱着眉头 直接朝着王晨询问道 眼前的情况 似乎过于诡异了一些 他炎月是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 之前的光芒太摧残 之前的气势太强大 根本让人无法洞察 或许 唯独能够清楚这一切的人 只有王晨吧 想到这边 炎月只能朝着王晨询问答案 他 逃走了 听到炎月的询问 王晨深吸一口气面色略显苍白地说道 嘴角却也是在这时候露出了一丝苦笑 没错 逃走了啊 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斩杀三公子 什么 逃走了 怎么可能 王晨的一番话 还不等炎月有所反应 在那边手舞足道的狂人 顿时身形戛然而止 他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询问道 逃走 这怎么可能 刚才王晨的攻势是何等的犀利 在那样的天罗地网当中 三公子难道还能逃走 他怎么做到的 为何没有人看到 狂人觉得不可思议 逃走了 嗯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了 炎月倒是显得比较冷静 仿佛一切都在预料当中一般 炎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三公子死 不说王晨了 第一个不相信的就是炎月 三公子是什么人 那可是天之骄子 若是他真的就这么死的话 那才会让人感觉不解呢 逃走 这才是最好的解释 发生了什么 炎月继续询问道 天罗地网 还是被迫了 王晨深吸一口气 叹息道 王晨清楚之前发生的一切 那一刻 他的天罗地网覆盖而下 那一刻 王晨的轮回之光爆发出来了堪比大神通的能量 只可惜 三公子以身化剑 以精血为瘾 他生生地靠着最后一口气将那一道天罗地网撕裂出了一个口子 那便是三公子突围的方向 事实上 王晨也没有寄希望一招轮回之光能够彻底地将三公子斩杀 虽然当时的三公子情况确实是很糟糕 但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一点王晨哪里会不知道 王晨打算是在一招轮回之光之后 接上一招震天拳 或者是天地拳与九字真言 争取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彻底地压制三公子 最后要斩杀三公子 恐怕还是需要用到乾坤顶才对 但是 三公子还是让王晨刮目相看了 或许 能够爬到那个高度 三公子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 以身化剑 这是一种秘法 也是一种媲美大神通的存在 甚至 这一招可以说是直追王晨的诸神一招 这是一招两败俱伤的招式 三公子只为了活命 这样的情况下 三公子爆发出这一招 想来是没有招式能够阻拦住三公子的去路的 最后 三公子很果断地使用了强大的法宝 没错 在天罗地网被撕裂的一瞬间 王晨便是意识到了不妙 他第一时间想要再次出手斩杀三公子 但是 三公子却是意识到了什么一般 没有丝毫的留恋 他直接施展出了法宝 生生地将自己带走了 那法宝 很是诡异 却也很是强大 正是因为如此 王晨甚至连阻拦的机会都没有 王晨只能生生地看着三公子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 想到这一切 王晨不免叹息 可惜了 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不是吗 如此之下 算是留下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隐患啊 下一次见面的话 王晨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感觉一阵头疼 这一次 王晨能够战胜三公子 也是有很多方面原因的 纵然王晨如今的实力强大 也难以如此轻松地战胜三公子的化身 这只是因为三公子的化身有伤在身啊 而且 又是经历过与炎月等人的一场大战 否则的话 王晨真的能胜利 那下一次见面的话 王晨又会如何 王晨的心 无比沉重 该死的 听到王晨的讲述 狂人也算是明白了什么 胆小鬼 不要脸 就这么逃走了 他不是很牛吗 怎么就逃走了 没想到也是一个怕死的家伙 哼 狂人愤愤不平 他还想着之前三公子是如何一招差一点将他秒杀的呢 那气势 太恐怖了啊 而且 听王晨说 这只是三公子的一个化身 那就更加恐怖了 三公子的本尊又会如何强大 这一次让他的化身逃走了的话 狂人也是知道了事情的严重 没办法的事情 他的实力在那边 纵然重伤 以他的手段 要走 我们是不可能留下他的 看着王晨 言悦苦笑道 是啊 留不住 王晨沉声说道 实力的差距 还是有的 看来 自己还需要更加强大才行 下一次 下一次王晨一定要杀了这的三公子的化身才好 因为 王晨还有一个巨大的机缘未曾练化 那便是王晨手中的那一枚地狱冰晶 若是能够彻底地融入到万鬼令当中的话 想到这边 王晨总算是轻松了一点 不过 这一次他逃走了 只怕也不好受 他逃走 对我们也不是坏事 最起码 化身还在 他的本尊不会轻易出现 看来 他的本尊真的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他不会贸然离开那个闭关的地方 如此之下 分身不死 他本尊倒是被牵制住了 他无法真的放手一搏 而且 这分身 此番重伤 只怕没有一段时间是不可能恢复的 尤其是继承给他下的毒 足以让他耗费一番功夫了 毒性畏惧 又是接连大战 毒性攻心的可能都存在 他自求多福吧 我们争取到了不好时间 也不算是最坏的结果 炎月沉吟着说道 如今 他们需要的是时间 三公子逃走了 说是坏事 也是坏事 但是 说是好事 也绝对算得上不错的消息 好坏参半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不需要担心三公子 下一次真的见面了 到时候谁生谁死 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 嗯 也是如此 听到炎月的话 王辰点了点头 这一点 他也想到了 确实如此 这不算最坏的结果 不是吗 更主要的是 这一战之后 王辰巩固了自己的实力 彻底地稳住了七次重修圆满的战斗力 而且 此战之后 王辰也将对三公子的那一种忌惮 彻底地驱逐出了自己的内心 下一次见面 王辰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迎战 这一层心理的变化 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甚至有着很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 这一战 王辰收获还是很不错的 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伤势 我们要尽快赶回甘城才行 想到这边 深吸一口气 王辰连忙朝着炎月和狂人等人说道 炎城之行 算是彻底地落下帷幕了 接下来呢 干城那边如何了 王辰不免有一些牵挂和担心 只怕 自己离开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边已经是风雨欲来了吧 甚至 风暴或者已经来了 若是如此的话 这一次 王辰注定是要让很多人失望 他 会给所有人留下一个深刻的记忆的 第2863章返回红城 足足两日之后 王辰等人这才算是再次整装 准备离开这一片草原境地 王辰的伤势 在昨日便是已经恢复了 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恢复伤势 对于王辰来说 一天的时间 足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 狂人不行 继承更不行 尤其是继承 伤势最为严重 两天的时间 也不过是让继承恢复了 六七层的实力 这还是在王辰拿出圣耀说明的情况之下 得到的结果 否则的话 以继承的伤势 只怕十天八天的都难以恢复 不过 现在 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和调整 王辰的心 已经飞回到了甘城之内 尤其是今日 炎月接到了魔兽异族那边传来的消息 殷山玉家来了 要对黎城和阳城展开攻势 九城联盟动了 圣山动了 孤家动了 这些势力 再一次对王家形成了合围之势 王家 岌岌可为 如今的王家当真是四面楚歌 王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实上 可以想象 毕竟 王家如今数大招锋 更主要的是 这一棵大树 还真的是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 这被王家得罪了的很多人 或者是妒忌王家的很多人 随时都在等着咬王家一口 在王家没有绝对的统治力之前 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到危险 何况 还有展龙格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呢 想到这边 王辰不由得更是着急 必须尽快返回到王家之内才行 他该出一些气力了 如今的王辰 有这个资本 哼 这些人 真是不知死活 这一次回去 老子狠狠地收拾他们 在王辰的身边 在王辰的身边 狂人听到这个消息 更是咬牙切齿 没有人比狂人更了解这一年多来 王家面临的压力了 那些该死的家伙 狂人早已经想要将那些家伙给灭了 这一次回去 该大战一场了 顾家 不知死活罢了 殷山玉家 哼 听着狂人的话 王辰冷横了一声 殷山玉家那边 倒是可以暂时放一放 他们难道以为 他们的实力能够吃下我受足 那就太小看我受足了 言乐撇撇嘴 一脸不屑 殷山玉家 貌似很强大的样子 但是 比起受足呢 殷山玉家是传承了千万年的时间 曾经无比辉煌 但是 受足呢 难道受足会逊色 他们挑错了对手 对于受足 言乐倒是不担心 我跟你们去甘城 想到这边 言乐沉吟着说道 不去甘城 直奔红城 王辰眯着眼睛 孤家 王辰将第一目标锁定在了孤家之上 情贼先情王 狗屁 在这时候 就要挑软势子捏 狠狠地捏 只有这样 才能够振折住那些 在一次蠢蠢欲动的家伙 让他们知道 没有足够的实力 得罪王家会是如何的结果 王家能够让孤家大败一次 就能够让孤家大败第二次 甚至 这一次 王辰要给孤家更严重的教训 孤家上一次的损失 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强者了吧 这一次呢 若是这一次再灭了孤家的那些家伙的话 孤家会如何 孤家还剩下多少实力 王辰眼中寒光闪烁 露出了一丝冷笑 继承大哥呢 想到这边 王辰看着身边的继承询问道 继承身为斩龙格的人 王辰更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竟然是秋全那边的人 他还坚持着那一份信仰 还坚持着当初的梦想 只是 因为需要 他一直潜伏在三公子那一派之内罢了 这一次 他身份曝露了 如今继承很危险 斩龙格是断然不能回去了 若是他返回斩龙格的话 只怕秋全等人也无法保全他 毕竟 如今斩龙格的大权 不在秋全那些人手中 在三公子那一派的手中 这时候 继承必须离开斩龙格 跟着一起去红城 王辰看着继承询问道 若是如此的话 自然在好不过 继承可是一个实打实的强者 斩龙格之内 无弱者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只能去红城了 呵呵 这一次 就麻烦王家主了 继承笑道 何来麻烦 此番 若不是继承大哥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在轮回路之内 三公子岂会被驱逐出来 我们岂能得手 要感谢 也是感谢继承大哥才是 听到继承的话 王辰叹息道 此番 继承绝对是给了王辰等人 难以想象的帮助 在这之后的成功 全部都是建立在继承之前的偷袭之上 功不可没 只能如此说继承了 好了 老大 继承大哥你们别推诿了 都是自己人 哈哈 既然如此 我们便杀往红城 看来那孤家是记不住教训啊 既然如此 给他们更深刻的教训就是了 横扫孤家 然后池原甘城 对付圣山 这可都是老敌人了呢 嘿嘿 看着王辰和继承在那边客气 狂人撇撇嘴 大打咧咧地说道 也好 那便直奔红城吧 听到狂人的话 王辰没有反对 相视一眼 四个人便是迅速地朝着前方掠去 眼下 离开这个草原还需要耗费好一番气力 这边的规则压制着王辰等人的实力 这边的危机 随处都在 不过 比起进来的时候 这一次离开 显然会轻松不少 谁说这一片境地无法离开 王辰等人便离开给那些人看看 以他们四个人的实力 加上如今王辰强化了的万鬼令 这一片草原 无法阻拦他们的步伐 所谓的离开 只是想想需要用多少时间罢了 恶鬼庇护之下 王辰等人不需要担心太多 同城 朝着前方掠去 王辰的眼中始终闪烁着一丝寒光 那一丝杀鸡 已经开始酝酿 混蛋 在王辰等人离开这一片草原 直奔外界而去的时候 在草原深处的另外一个地方 此刻三公子面色阴沉 眼神阴狠 浑身的鲜血 面色惨白 三公子前所未有的狼狈 身上那一道道的伤口 更是触目惊心 更主要的是 三公子原本那乌黑的长发 如今竟然变成了银白色 脸上也是多出了一丝老态 仿佛 短短几天的时间 三公子苍老了几十岁一般 没错 这是王辰的杰作 虽然那一日 三公子冲出了王辰的轮回之光 但是 时光之力却是侵蚀了三公子太多的生命 若不是实力强大的话 三公子只怕早已经陨落 最起码也是变成一个灯镜油窟的老者了吧 这一切都是拜王辰所赐 想到这一切 三公子便是咬牙切齿 这两日来 三公子几乎疯狂 但是他必须忍耐 伤势越发的严重 让三公子始终处于生死的边缘徘徊 死亡 在不断地威胁着三公子的生命 混蛋 王辰 我会杀了你的 不将你碎尸万段 可以发泄我心中之恨 看着远方 三公子眯着眼睛 眼中近视杀鸡 这一次失败了 但是 下一次 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三公子承认 王辰变得很强大 但是 那又如何 王辰依旧是蝼蚁 他不需要本尊出动 依旧能够杀了王辰 因为 这一次他伤势太严重 否则的话 哪里会给王辰机会 七次重修圆满 难道王辰觉得这样的实力 真的能够将他逼到这个地步吗 很大的问题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上 该死的继承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深吸一口气 生生地吞下吐出的一口鲜血 三公子面无表情 这一切的开端 都是继承 对于继承的仇恨 丝毫不会比王辰少 三公子很想要杀人 等我 王辰 继承 炎月 还有王家 我很快便会回来 当我再次回来 我必定屠戮王家 斩杀你们 我要让你们王家血流成河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三公子面无表情的横道 话音落下 他闭上了眼睛 伤势太过严重 必须尽快恢复了 这 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但是 三公子别无选择 至于斩龙格 那边因为这一次的行动失败 很是愤怒 愤怒又如何 他们不能对三公子如何 有本事的话 他们就去对王辰 对王家发泄 三公子不在乎 他只在乎自己 战场很热闹 最起码 这几天看来 是很热闹 炎城已经关闭了好几天的时间 各方强者陆续归来 炎城带来的风暴 逐渐地被压制 王家 成为了中人瞩目的中心 大战一触即发 王家四面楚歌 四方敌人 已经越发地逼近到了王家 首当其冲 听说殷山玉家的人 已经通过了仓城 直奔离城而去 圣山的人 据说甚至只需要两日的时间 便能够抵达甘城 至于孤家 上一次的失败 让孤家受尽了耻辱 他们原本计划的完美回归 确实被生生地打破 被王家破灭了计划 这一次 孤家再次卷土重来 岂能简单 他们最早抵达了王家之外 他们如今 正面对宏城 依旧是宏城 这一块肉 孤家这一次不会放弃 这一次 他们不会给王家机会 四面楚歌之下 孤家导要看看 王家还有什么手段能够翻天 这一次 没有人能够抵挡孤家的步伐 没有人能够拯救王家的命运 孤家气势汹汹 这一点整个战场之内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王家会做何反应 这一场已经短兵相接 随时可能爆发的战斗 何时会爆发 所有人的注意力 率先被吸引到了红城之内 第2864章 夜色浓浓 红城之外 灯火通明 气氛 仿佛窒息 空气仿佛凝固 天地 仿佛停止了运转 一股紧张的气息 弥漫在红城之内 每一个人的心中 杀气 更是无处不在 仿佛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明明正是炎炎夏日 但是 这时候 却是每一个人都感觉置身在冬季当中 那一种刺骨的寒冷 让人不由得打起了寒战 往日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了 甚至 红城之内 如今还剩下多少人 或许 剩下不足当初三分之一的人了吧 这些人都是无处可去的人 但凡有一点能力的人 早已经各奔东西 剩下的这些人 只能等待命运的审判 他们只能希望 这一次王家能够获得 胜利 但是 这样的希望大妈 不大 所以 他们更希望孤家能够对他们仁慈一些 什么写写红城之类的事情不要出现 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呼 长呼出了一口气 城墙之上 段天任眉头紧锁面色凝重 看来 他们忍不住了 看着身边的忘情古圣女 段天任苦笑道 人不少 实力很强 比起上一次 这一次孤家似乎更外力 忘情古圣女冷笑道 是啊 孤家 还真的 记不住教训 不过 这一次 我们面对的局面可也是很不好啊 这一战不好打 段天任叹息道 大部分人需要对付圣山 圣山可是比这边难对付多了 孙亦凡亲自坐镇 听说王言出关了 实力很强 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段天任询问道 是很强 那一股气息 我那天感受到了 恐怕 比你我强大了不止一点半点 不愧是那个人的哥哥 忘情古圣女面色复杂 这一对兄弟都不是人 段天任恶狠狠地骂了一声 坚持吧 只要能够守住红城 我们就算赢了 至于那边的圣山 真的只能靠着孙亦凡他们了 还要希望是天同盟真的不要大动干戈才好 否则的话 这一次 难以破局 孙亦凡纵然在妖孽 也只怕回天无力 段天任眉头紧锁着 后悔吗 忘情古圣女似笑非笑地询问道 后悔 没有 我段天任 从来不做后悔的事情 以前是 如今更是 或许唯一的后悔 就是当初为何没有战胜王晨那小子呢 结果被他坑上了贼船了 段天任面色复杂 王晨 永远是段天任心里的一个痛啊 如今 我们都难以与王晨抗衡 理不承认也是没用 那真神传人的身份 便证明了一切 王晨 这一辈子 或许都要走在我们的前方 忘情古圣女的神色有一些复杂 眼神有一些飘忽 算了 不想他了 该死的 这一次活下来再说吧 这一点人 守住就算好了 希望那一群家伙 能够多僵持一段时间 撇撇嘴 段天任愤愤不平 江晨远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了 该归来了吧 一遍的鸡血灵沉吟道 看了看鸡血灵 段天任点了点头 回来了 似乎获得了什么机缘 迫不及待的闭关了 王晨他们不知道如何了 想来也快了吧 真希望他带来一个惊喜 虽然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段天任有一些不甘心 但是 却是不得不承认 如今的王晨 真的太关键了 跟着王晨是很危险 但是 这几年 却是最充实的几年 这几年 却是足精彩的几年 从摩戒到天玄大陆 再到如今的战场 这些年来 经历了太多 这样的精彩 也算是值得了 他们要行动了 望晴古圣女这时候突然说到 轰就在望晴古圣女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一阵轰铃声传来 整个大地都剧烈地站斗了起来 终于 在这边足足围困了 红城三天时间的孤家行动了 想来 圣山应该已经抵达了 甘城之外了吧 否则的话 孤家不会这么着急着行动 想到这边 城墙之上 众人的神色都是越发的严峻了起来 真正的挑战 现在才刚刚开始啊 这一劫 王家能否顺利地度过 就看接下来的了 哼 王家的人 交出红城 出来受死 留你们全尸 在轰铭声之后 只见城墙之下 一道身影杀出 看着城墙之上的众人 冷冷地横道 孤家 行动了 为首的这个是孤家的一个老祖 持力强大无双 此番 便是他带队 他可不是孤山那的废物 孤山那的废物 上一次带队前来红城 杀鱼而归 自己更是险些丧命 若不是神魂逃出去的话 他已经陨落了 如今 重塑肉身 还未彻底恢复 这样的事情 他故意 孤家的老祖 不会再犯 这一次 红城已经是被孤家视为囊中之物 他要让红城为上一次的行动 付出代价 他要让王家血流成河 要用无尽的人头来祭奠孤家的那些英灵 哈哈 好大的口气 那老头 与我一战 听到孤家老祖的怒吼声 城墙之上 段天润身边走出一个中年男子 冷笑连连 这赫然不就是汉天 来到战场之后 外出游历 汉天的实力不知道提升了多少 看来也是遇到了一些机缘 此番归来 汉天的实力 没有人清楚到底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但是 最起码是比段天润等人强大的 这样的实力 他有资格走出来迎战 必无可避 那便一战 身为王臣的兄弟 汉天不惧 他更不后悔站在这边 孤家 便来看看 孤家有多大的本事吧 想到这边 汉天的神形略出 轰 气浪炸开 这一刻 战天如同人形凶兽 气势无双 那硕大的身体 更是如同推土机一般 锁过之处 甚至将空间都生生撕碎 身为 最纯粹的炼体强者 汉天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尤其是当初融合过天津之士的本源之力 这一刻 气势激发之下 汉天整个人更是仿佛化为了一个金色的人 周身金光闪烁 哼 不知死活 你想要战 那便陪你玩玩 哈哈哈哈 一个个的杀 相信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 我会杀到你们崩溃 眼看着汉天杀来 那孤家为首的老者眼中寒光一闪 大声地冷笑了起来 他伸手制止了身后那些准备行动的家伙 他对眼前这个周身金光 气势狂暴无比的家伙 很感兴趣 炼体者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炼体者可是真的不多了 很强大的气势 只怕差不多媲美五次重修的战斗力了吧 很强 若是炼体者疯狂起来 这个层次的炼体者不要命的话 能够爆发出六次重修的战斗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够兑付 顾家已经不负当初的荣耀 如今 家族之内 六次重修之人 寥寥无几 在场的 更是只有三人 他可不会让别人轻易冒险 这家伙 顾欲准备自己兑付 何况 胜券在握 顾欲何须担心什么 牵不起风浪的 圣山已经抵达了甘城 牵制了王家阵营势力的全部力量 那边哪里有空前来支援 红城 便是一个孤城罢了 既然如此 更是要慢慢玩 一个个的杀路 这样的感觉很好 若是让那些家伙崩溃的话 相信便是更好不过的事情了 不是吗 没有什么会比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更有趣的了 这才是最严酷的惩罚 战 想到这边 孤欲的神色变得阴沉了起来 一声怒吼 他周身气势如同食指一般冲天而起 呼呼呼 狂风席卷 在这一股气势之下 天地变色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瞪瞪瞪 随着气势攀升 孤欲身形也是瞬间略出 三步 仅仅只是三步罢了 三步之后 孤欲的气势攀升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 他也来到了汉天的面前 不知死活 给我滚开 轰 怒吼声当中 孤欲一拳轰出 顿时天地碎裂 一股极致的光芒爆发而出 那如同食指的气浪化为上古凶兽 直奔汉天而去 星辰破 眼看着孤欲一拳轰来 汉天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好强大的气势 这恐怕最起码是六次重修强者的实力吧 顾家老祖 果然不是寻常之辈 这样的人 绝对算得上战场之内的强者了 既然知道了对方实力强大 汉天哪里敢有丝毫的拖大 这样的实力 已经是他很难抗衡的了 但是 汉天不会退 他退了 那红城就危险了 星辰破 这是汉天这一年来领悟的一招神通 一次机缘当中获得的神通 很强大 很适合他们练体者 这也是汉天几乎最强大的招式了 或许 只有这一招才能够与孤欲一战 面色猙獰 汉天双拳猛然挥出 噼里啪啦 随着双拳骚然轰出 这一瞬间 汉天的身体 更是仿佛炸开了一般 每一块肌肉 每一块骨骼 每一个细胞 都在蠕动 都在扩大 只是眨眼的功夫 汉天的神形便是胀大了足足一圈 这一刻的汉天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小巨人 周身的衣衫炸开 露出了那猙獰的肌肉 汉天整个人充满了狂暴的气息 嗡 天空之上 更是不知道何时一道银色的光芒直接射下 将汉天包裹在了其中 这便是星辰之力 强大无比的星辰之力 引动星辰之力 带动大道 这便是星辰破 一局之下 足以破碎星辰 那便看看能不能破碎孤欲的一招吧 第2865章恍如魔神 星辰破 这便是汉天此刻展现出来的一招 气势辉弘 汉天动地 轰 恐怖的气浪炸开 磅礴的星辰之力朝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出 一拳之下 空间扭曲破碎 无尽的星辰之力 带着死亡的光芒 朝着孤欲横扫而去 好强大 王家之内 当真是有不少人才 可惜 今天你遇到的是我 眼看着汉天气是如红的碾压而来 孤欲的神色微微凝重了起来 你一拙眼睛 他冷恒了一声 星辰破 是很强大的招式 还好 这一刻面对汉天的是自己 否则的话 换作在场的任何一个孤家之人 恐怕都难以抵挡这一招的气势 这让孤欲心中暗暗庆幸 但是 汉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是让孤欲的心越发的沉重了起来 王家 他们似乎真的小瞧了王家 王晨 算是你天之人 现在又是冒出了一个强大的年轻一代 王家之内 到底还有多少强者 听说年轻一代当中 王延的实力也是极其强悍 另外还有几个魔族和四大家族的小家伙 这样的底蕴 超越了如今的孤家 不能让王家继续存在下去 否则的话 十年之后 百年之后 还有谁能够阻拦王家前进的步伐 给我破开 想到这边 孤欲面色变得猙獰了起来 就从这个汉天开始 将他率先斩杀 王家所有天才 都会被一一斩杀 哼 想到这边 面对冲来的汉天 孤欲的神色不变 他眼中寒光一闪 身形骚然朝着前方轰去 轰 双掌轰出 大罗天手 随着这一声怒吼声 孤欲的双手迸发出了强大的气浪 仿佛 天地大到此刻竟在孤欲的手中掌控 一个巨大的掌印 在虚空当中凝聚而出 金光迸发 与汉天周身星辰之光交相辉映 毫不逊色 轰隆隆 随着孤欲的怒吼声 那巨大的掌印 如同山岳一般 朝着下方覆盖而下 似乎要将其中的汉天彻底的碾压成粉末 去死吧 孤欲竭尽全力的怒吼道 通隆隆 天地变色 整个红城 这一刻都在战斗 这一刻都在战斗 好强大的招式 汉天 很强 孤家 也很强 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眼看着两人对轰 感受着天地之间那狂暴的气浪 感受着那恐怖的气势 无论是孤家之人 还是城墙之上的断天刃等人 都不由得连连倒退而去 他们的眼神复杂 他们的心中紧张 这真的是强者 看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人刮目相看 孤家孤欲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人震撼 这两个强者之间的第一招抗衡 又会如何 密着眼睛 众人只感觉无法呼吸 他们死死地盯着场内那极致的光芒 整个空间凝固了 时间定格了 狂风横扫 充满了暴虐的气息 尘埃漫天 让整个夜幕遮盖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息 轰隆隆 终于在所有人的注视当中 看天的星辰破 与孤欲的大罗天手 狠狠地冲击在了一起 星辰破 轰破星辰 大罗天手 能够这天该地 碾压天地 这两招神通之间的抗衡 何等的辉弘 那一瞬间 整个红城似乎坍塌 那一瞬间 整个地面开始军裂 那一瞬间 天空生生地被撕裂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犹如巨兽张大了嘴巴一般 疯狂地 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 星辰 在这一刻仿佛破碎了 天地 在这一刻 也是扭曲了 轰鸣声不断 震耳欲聋 扑扑扑 在轰鸣声当中 鲜血不断地喷洒 汉天的身形狠狠地顿了一下 面色显得苍白 这一刻的汉天 顶着大罗天手 只感觉被镇压在了万千山脉之下 周身骨骼似乎粉碎 这何止是数千万斤的力量 这力量 足以以山田海了吧 瞪瞪瞪 在那巨大的光芒当中 周身星光崩裂 汉天被逼得节节败退而去 混蛋 给我滚啊 汉天体内的气血翻滚 但是 孤域呢 他也好受不到什么地方 星辰破 果然是能够破碎星辰 那大罗天手凝聚出来的掌印 此刻竟然布满了裂纹 眼看着随时都可能彻底地崩裂而开 强大的力量反正而来 让孤域体内的气血逆转 孤域的口鼻之间 此时此刻 甚至也是流出了一丝丝的血迹 轰 疯狂的怒吼声当中 孤域再一次发力 他将体内能够调动的能量全部调动 他毫不吝啬地将这些能量注入到了大罗天手当中 暗淡的光芒 再一次璀璨了起来 疯 终于 在这一股光芒当中 大罗天手再一次向下狠狠地碾压而下 破碎了星辰的光芒 直接切断了汉天与星辰的联系 疯 沉闷的撞击声炸开 吐痴 鲜血狂喷 不 嘶吼声当中 汉天如同苍蝇一般被大罗天手狠狠地拍飞了出去 砰砰砰 飞出了足足千米 汉天这才狠狠地砸落在了城墙之上 整个城墙轰鸣 碎裂 那一瞬间 汉天的身体甚至被掩埋在了尘埃当中 只生是死 没有人知道 混蛋 眼看着如此一幕 在骇然当中 段天任等人忍不住怒骂出声 汉天如何了 身形一闪 段天任等人便是想要朝着那一片废墟当中掠去 去看看 汉天如何了 老祖必胜 相比起王家这边的一片哀哄来说 这一刻 孤家那边却是气势如虹 守战告解 老祖 他们的老祖孤域 只是用了一招 便轰飞了王家之内的一个顶尖强者 那个强者 现在更是生死不明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让人兴奋的呢 想到这边 孤家众人欢呼了起来 哼 听着身后的欢呼声 孤域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抹去了嘴角边挂着的一丝血迹 他眯起了眼睛 王家 你们还想要救他吗 不可能了 今日 你们都要死 看着朝那一片废墟当中掠去的段天任等人 孤域面无表情 他岂能让这些人插手 羞羞 想到这边 孤域身形掠出 直奔最前方的段天任等人而去 轰 又是一拳轰出 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 恐怖的气浪碾压而去 甚至生生的让段天任等人的脚步顿了下来 受死 面色阴朗 孤域大声的怒吼道 眼中杀鸡凌然 汉天 不知道汉天现在如何了 这已经不是孤域担心的事情 现在是自己杀戮和收割的时节 这一点 孤域确实很清楚的 轰隆隆 全风炸开 仿佛化为了千军万马直奔段天任而去 你的对手 是我 只是 还不等孤域轰到段天任身前 在那一片废墟当中 此刻一阵轰鸣声炸开 紧接着冰冷的声音传来 漫天的尘埃当中 汉天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一步步 他犹如地狱的魔神一般 冲尘埃当中走出 星辰本源之力 一声嘶吼 汉天在一次调动无尽的能量 本命星辰 本源之力 这才是炼体者最强大的能量 在调动星辰本源之力之后 炼体者便能够拥有一枚星辰作为依托 他能够调动整个星辰的力量 星辰越强大 舞者爆发出来的力量也将会越强大 直到舞者再也无法承受那一份附和为止 很显然 汉天所缔结契约的星辰无比强大 汉天的身体 更是无比强大 所以 随着汉天手中拂印捏出 随着他一口鲜血喷出 下一刻 天空震荡了起来 嗡嗡嗡 轻盈的声音传来 扭曲的天地 被生生撕裂 整个时空 在这一刻都安静了下来 肉眼可见的 一束诡异的红色光芒从天而降 那一束光芒最终 照射在了汉天的头顶之上 啊 随着那一股红色的光芒笼罩 汉天面色猙獰了起来 他仿佛遭遇到了什么极具的痛苦一般 嘶吼了起来 那一份疼痛 简直就是寻常人不可能承受的 那一份疼痛 简直就是来自地狱的磨难 噼里啪啦 身体似乎炸开了一般 本就已经化为一个小巨人一般的汉天 身形在这一刻竟然再一次膨胀了起来 同光当中 汉天微微弯着腰 他整个人如同魔兽 接受圣光的洗礼 一块块肌肉 极具爆炸力 给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力 气势在攀升 不断地攀升 汉天的气势 这一刻超越了五次重修武者该有的气息 甚至达到了六次重修强者的气势 周身 更是仿佛覆盖上了一层红色的战甲一般 随着每一声惨叫声传来 汉天似乎都变得更加强大一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终于当那惨叫声停止 汉天缓缓地站直了微微弯着的身体 轰 那一瞬间 狂风冲击 那一瞬间 汉天如同魔神降临 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 这一刻的汉天 双眼赤红 这一刻的他 真的如同魔神 那暴虐的气息迎面而来 甚至让孤家所有人闭上了嘴巴 不知道为何 一丝恐惧 在众人的心底诞生 这 就是王家汉天 他此刻给人的感觉 当真能够汉天动地 第2866章天绝印 汉天 他此刻给人的感觉 真的是能够汉天动地 很少有人能够给人带来这样的冲击力 这一刻 汉天做到了 这便是恋体者的强者 这才是真正的恋体者 孤独 隐约之间 此时此刻 能够清晰地听到所有人淹口水的声音 隐约之间 能够感受到 在场众人忌惮的眼神 好强大的气息 该死的 这还是人吗 好恐怖 老祖 还能战胜他 倒吸了一口冷气 片刻之后 孤家之内 所有人面面相去 哼 没想到 你竟然调动了新陈本源之力 原来 你被逼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相比起孤家之内 惶惶不安的众人来说 为首的孤狱 在看到汉天的变化之后 确实眯起了眼睛 甚至 他收回了自己轰出的一拳 暂时放过了前方的段天刃等人 汉天不死 就还存在威胁 汉天不死 他就不能掉以轻心 真正的恋体者如何强大 孤狱可是听说过的 甚至 在孤家之内 便是存在真正的恋体者 所以 对于恋体者的恐怖 孤狱可是深有体会 星辰本源之力 这已经是恋体者最后的手段 也是最强大的手段了 看来 这个汉天真的是打算拼命了 想到这边 孤狱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现在的汉天 很强大 他的气势 甚至已经不会比自己逊色了 这让孤狱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但是 也只是一丝压力罢了 因为 孤狱很清楚 只要能够将这一波攻势给压制下去 那么 汉天将在也没有与自己抗衡的资本 到时候的汉天 还不是只能任凭自己斩杀 短时间的爆发 能爆发到什么地步 想到这边 孤狱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来吧 你要站 我奉陪 眼中闪过了一丝兴奋的眼神 孤狱大声的喝道 哼 话音落下 孤狱的气势也在一次开始攀升 杀 紧接着 在怒吼声当中 孤狱甚至不等汉天冲到自己身前 便是反冲了过去 速度快到了极致 肉眼难以看清 此时此刻 孤狱和汉天的身影 都仿佛是化为了一道道流光 纵横在这天地之间 砰砰砰 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沉闷的轰鸣声炸开 让人心中发颤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短短的一瞬间 两人便是交锋了何止数百次 纵横交错的虚影 消失再出现 再消失 每一次的碰撞 都震撼人心 都让人不由得瞳孔收缩 鲜血喷洒 漫天血雾 一阵阵闷横声传来 轰 不知道在多少次对轰之后 终于伴随着一阵闷横声传来 两道身影朝着两边道飞出去 扑吃 一口鲜血喷出 站稳了身形孤狱嘴角 露出了一丝疯狂的笑容 好 很爽 很久已经没有如此大战过了 你 不愧是能够与我一战的对手 但是 你激发了新陈本源之力又如何 你又能够坚持多久 现在的你 已经是极限了吧 你的身体快要受不了了吧 哈哈哈哈 我看你还能如何坚持 看着千米之外站稳了身形的汗天 孤狱大声地笑了起来 身体很痛 骨骼甚至都已经断裂了好几根 这样的伤势 对于寻常人来说 绝对是严重的伤势 甚至足以致命 但是 对于孤狱这样的强者来说 只能算是轻伤 他还能忍受 压制着体内翻滚的鲜血 孤狱的双眼微微发红 之前的疯狂交战 很痛快 甚至 孤狱没有却得到丝毫的优势 但是 这又如何 孤狱现在不奢求速战速决 只要能够拖延时间 只要能够找到汗天的破绽就足够了 当一个人强行激发实力 超越极限 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巅峰之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便是走下坡路了 正如现在的汗天 刚才是他达到巅峰的时候 现在 伴随着时间推移 汗天终究是会不断地弱小起来 直到他彻底地被击败 杀 想到这边 根本不给汗天喘息的机会 孤狱再一次杀了上去 混蛋 眼看着孤狱再一次杀来 汗天面色显得无比的难看 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附和 这让汗天的神色甚至显得有一些猙獰了起来 战 必无可避 不得不承认 孤狱的实力是神强大 甚至 孤狱说得没错 正如孤狱所言 继续这样战斗下去的话 最后 汗天回想陷入到无比狼狈的境地当中 他还能够坚持多少时间 天知道 汗天是不知道的 或许 他还能坚持很久 或许下一刻他就无法坚持 孤狱不着急 他要拖延时间 这一点汗天也是看出来了 但是 他不能让孤狱得逞 星尘破 想到这边 汗天身形一转 如同野兽一般怒吼了起来 再一次施展出星尘破 只是 这一次星尘破施展出来 显然与之前完全不同 金光更加璀璨 那一道从天而降的红色光芒 如同天柱一般插入到金色的光芒当中 更是如此的刺眼 气势如红 直接撕裂了空间 汗天朝着前方碾压而去 这一刻 汗天是如破竹 不可抵倒 他如同从地狱当中走出来的战神 哼 忍不住了吗 眼看着汗天再一次施展出了星尘破 这个神通 杀到了汗天身前不远处的孤狱 眯起了眼睛 既然如此 便让我看看你现在的星尘破 又能够施展出如何的实力吧 让我彻底的毁灭你 顾欲面色阴朗 头发倒立 天绝印 双手交叠 迅速的拟出一个诡异的符印 顾欲大声的怒吼道 哼 随着这一个符印捏出 顷刻之间 风雨欲来 狂风席卷 整个天地 似乎都开始崩塌 躯空当中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符印 那符印便如同无尽的山岳一般 朝着下方镇压而来 这是一招比起大罗天守更加强大的神通 现在 没有必要隐藏了 原本 还想要跟汉天这个练体者玩玩 但是 现在看来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 速战速决 若是之前片刻的汉天 或许孤欲还要避一避这一招星尘破的势头 但是 现在 没有这个必要 短短的片刻时间 汉天下降的速度 甚至超出了孤岳的想象 看来 汉天缔结契约的那一枚星尘极其不简单 正是因为如此 到了这个层次的汉天 似乎都无法很好地掌控这一枚星尘的力量啊 这很好 趁着汉天还未尝尝起来 直接斩杀 轰 手腕一抖 那一枚巨大的天鹰 在孤岳的控制之下 从天而降 切断了天地 弄弄弄弄 伴随着这一枚天鹰落下 不知道多少的大道都被压垮了 不知道多少的天道 开始崩塌 甚至 那一枚天鹰 在搅动风云 在碾压大道和天道之后 竟然隐隐地切断了汉天与本源星尘之力之间的联系 虽然没有彻底的切断 但是 从某种形式上来说 这天鹰削弱了汉天很多的实力 不是吗 这倒是意外的收获 天绝印 不愧是能够绝灭一切的存在 比肖慈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汉天如何与自己抗衡 沙 想到这边 孤岳眼中更是杀鸡凌然 轰隆隆 伴随着这冷恒声 那一轮天鹰势不可挡地落下 滚开啊 眼看着那一轮天鹰落下 汉天瞳孔骤然收缩了起来 冰冷 那一瞬间 无尽的冰冷气息 将汉天包裹在了其中 孤岳 这就是六次重修圆满的实力 纵然自己强行提升到了六次重修的高度 也无法与他一战 该死的 汉天很不甘心 若不是自己的本命星辰太过诡异的话 何至于落到现在如此地步 这星辰之力 太狂暴了 比起寻常的星辰之力 不知道难控制了多少啊 可惜 若是再给汉天一段时间的话 他绝对不会如此狼狈 现在 那该死的天绝印 更是很诡异地切断了大部分的本命星辰本源之力 这让汉天更是仿佛被抽空了气力一般 气势不断地下降 看着那气势如红镇压而下的天鹰 汉天的面色争吟了起来 不甘心 这一招 比起之前碰到的大罗天手更加强大 他还能抵挡 更大的危机正在诞生 诞生汉天却是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了 他眼下唯一能够做的便是硬抗 时间 真的不多了 给我破开 星辰破在汉天的权力催发之下 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狠狠地朝着那一轮天印轰去 自下而上 如同长河灌日 轰 看天整个人甚至都融入到了这一招星辰破当中 狠狠地撞到了那一轮绝天印之上 天地震荡 轰 轰 轰 狂暴的气浪横扫 这一刻 世界都炸开了 这一刻 空间也彻底地粉碎了 银色的月光 仿佛是被吞噬了一般 彻底地消失 红城的城墙 彻底地被这一股气浪摧毁 烂天的尘埃飞扬 遮挡了所有人的视线 能够看到的 只有一道道极光的迸发 能够听到的 只有一阵阵接连不断的雷鸣声 气浪狂飙 隐约之间 看到鲜血不断地喷洒 空气凝固 这个世界的中心 便是尘埃当中那一团光芒 眼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 都悬了起来 结果 会是如何 第2867章气吞山河 尘埃漫天 让所有人都无法第一时间 看到那一团光芒当中 那风暴的中心 此刻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天如何了 顾玉又是如何了 知道过去了 不知道多少的时间 当那轰鸣声落下之后 依旧没有人能够 第一时间看清楚一切 呼呼呼 剩下的之后 狂暴的风浪 直到风浪将那漫天的 尘埃席卷走之后 所有人这才看清楚场内的一切 思 当看清楚前方那一片废墟当中的一切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更是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 看天大哥 首当其冲 断天任目自欲裂 惊呼出声 看天大哥 另外一边 望秦古圣女等人也是面色大变 看天败了 没错 这一刻 汉天赫然不就是失败了吗 只见在那一片废墟当中 此时此刻 汉天整个人化为了一个血人 他躺在血泊当中 甚至 仿佛已经没有了气息 在汉天前方不远处 孤宇虽然看似狼狈 但是 身体却是站得笔直 他神色冰朗 看着躺在地上的汉天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呼呼呼 大口喘息 孤宇眼中流光闪烁 显然 这一次大战他胜利了 这让孤宇的心情很好 哈哈哈哈 不过如此 看天 现在的你 再也没有一战之力了 深吸一口气 抹掉嘴角边挂着的鲜血 孤宇大声地笑了起来 身后传来的家族成员的欢呼声 更是让孤宇热血沸腾 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欢呼了 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胜利了 不得不说 汉天很强大 在天绝印之下 他依旧爆发出了恐怖的战斗力 甚至 天绝印崩裂 让孤宇神魂震荡气血翻滚 不过 这又如何 破开天绝印之后 汉天已经是强武之末 他孤宇 轻轻松松地彻底重伤了汉天 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是 这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在如今的红城或许能够给孤家带来丝毫危险的 也只有这个汉天了吧 斩杀了汉天就扫除了一切的危险 红城现在可以说是落入到了孤家的手中 哼 谁也救不了你 你 可以去死了 想到这边 孤宇脸色一变 脸上的笑容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疯狂 轰 气浪炸开 孤宇走到汉天的面前 狠狠地抬起脚 便是要朝着下方踏去 他要犹如碾压蝼蚁一般 将汉天碾压死 这样的感觉 很好 不是吗 不 眼看着孤宇抬脚踏去 原杵杀来的断天刃和忘情谷圣女等人不由得同时神色大变 惊呼出声 原水救不了近火 这一刻 断天刃他们心急如焚 但是 却无可奈何啊 仿佛 他们已经看到了汉天被碾压死的画面 这让断天刃和忘情谷圣女等人都快要疯狂了 心中的怒火 已经再也无法掩饰 若是汉天死了 那损失可谓惨重 看天是什么人 那可是如今王家之内绝对的核心 绝对的强大战斗力啊 他更是王臣的一个结拜大哥 是王臣最好的兄弟 若是他死了的话 王臣又会如何疯狂 一切 都已经不敢去想象 断天刃等人要疯了 哈哈哈哈 咆哮吧 咆哮得大声一些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听着前方传来的怒吼声和咆哮声 顾玉的心情很好 这样很不错 不是吗 看着别人绝望 看着别人愤怒 看着别人无能为力 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享受的呢 顾玉心中自豪 顾山无法做到的事情 今日 他将会轻松做到 死吧 看着大口大口喘息 垂死挣扎的汗天 顾玉的终于落下了那一脚 不 撕心裂肺的嘶吼声传来 这一刻 时间仿佛定格了 这一刻 空间仿佛凝固了 顾玉的动作 仿佛很慢很慢 慢到能够让人清晰地看到 慢到让人不断地崩溃 顾家那边传来的欢呼声 更是魔鬼一般 冲入到了段天润等人的心中 完了 段天润心中一片冰冷 看天都无法阻拦顾家的步伐 这一下 红尘真的完蛋了啊 这一次 顾家比起上一次更是来势汹汹 呼 耳边一片寂静 所有的嘶吼声 都仿佛听不到了 唯独能够看到的 便是顾玉那几乎猙獰的面庞和笑容 看天露出了一丝削弱的苦涩的笑容 结束了 心中生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喊天暗暗地叹息了一声 该结束了吧 只是没想到 会结束得如此狼狈 结束得如此耻辱 被践踏死 估计他是第一个被如此虐杀的恋体者吧 真的是耻辱了 小子 我做到了该做到的了 还是没法守住红尘 记得为我报仇 脑中闪过了王晨的模样 汉天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汉天问心无愧 他费尽了全力 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剩下的已经不是自己需要关心的了 很遗憾 但是不得不接受 汉天相信他不会白死 王晨肯定会为他报仇的吧 从当初在海眼核心之内认识了王晨开始 王晨便没有让汉天失望过 他不断地成长 他飞速得强大 这一切 汉天都看在眼中 当初那个弱者 如今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己 王晨接下来 会达到如何的高度 甚至汉天不敢想象 这一辈子 唯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或许便是认识了王晨这么一个兄弟 汉天不后悔跟着王晨这个兄弟离开海眼核心 最起码 这几年来 汉天过得很精彩 不是吗 呼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汉天等待着最后的黑暗 冰冷 他不畏惧 黑暗 更不畏惧 因为他创造了黎明的曙光 跟着王晨创造了黎明的曙光 将来 那一片清明的天下 有他出的一份力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轰 耳边气浪炸开 汉天的嘴角反倒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哈哈哈哈 死吧 死吧 汉天 你去死吧 脚狠狠地落下 周身的能量朝着脚上灌注而去 这一脚践踏下去 何止千万斤的力量 足以将汉天彻底地碾压成为肉末 看着汉天静静地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 顾玉的成就感越发的强大 他笑容甚至显得疯狂了起来 这一刻如此美好 仿佛他已经看到鲜血飞溅血肉横飞的场面 想到这边 顾玉甚至变得猙獰 老家伙 你敢 然而 还不等顾玉彻底的兴奋 还不等他这一脚彻底的将汉天践踏 突然 一阵怒吼声却是传来 呼呼呼 狂风席卷 三股强大的气浪 同时朝着自己席卷过来 甚至将自己锁定 恐怖的杀气 可不是吗 这一刻 顾玉感受到了恐怖的杀气 那一股杀气 甚至让人窒息 从其中 可以感受到愤怒 感受到疯狂 那强大的杀气之下 顾玉身形甚至都忍不住顿了一下 他整个人仿佛是陷入到了冰窖当中一般 怎么可能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顾玉神色大变 好恐怖的气势 到底是谁 这时候 红城之内 难道还隐藏着这样的强者 这三股同时出现的气势 便是足以让顾玉感觉到忌惮了 这绝对是三个很强大的舞者 王家的人 王家之内 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这样三个强者 他们怎么可能抽出这样三个人出现在这边 顾玉下意识地抬头朝着前方看去 思 看清楚远处的情况之后 顾玉瞳孔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四道身影 没错 顾玉这一刻竟然看到了四道身影 强大无比的身影 他们几乎正在以肉眼难以看清的速度 朝着这边掠来 那速度 如同流行追跃 难以想象 不过是转眼之间 一张面孔甚至不断地放大 来到了顾玉的身前 不好 强大的危机席卷而来 这让顾玉面色大变 那巨大的威胁 让顾玉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甚至 在这一瞬间 顾玉不得不放弃了对喊天的斩杀 虽然顾玉很清楚 自己这一脚只要落下 甚至哪怕只需要一席的功夫 便能够让喊天彻底地陨落 但是 喊天确实没有这个胆子了 相比起斩杀喊天 自己的生命 显然更加重要 不是吗 若是生命都没有了的话 那杀了喊天又有何用 虽然只需要一席的功夫 但是 顾玉却是不敢拼一把 她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甚至 一种强烈的直觉在告诉顾玉 若是她真的这么做了的话 她真的要死 瞪瞪瞪 想到这边 顾玉猛然收回脚 身形一顿 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轰 也就是在顾玉暴退而去的那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浪炸开 纵然还相隔百米 但是 圆楚略来的那四道身影当中 为首的那一道身影却是已经毫不客气地轰出一掌 掌风炸开 化为实质的海浪 朝着顾玉席卷而去 滑滑滑 气浪翻滚 海浪咆哮 气吞山河 碰 纵然 孤玉倒退的速度很快 但是 也比不过海浪席卷的速度 转眼之间 一阵轰鸣声炸开 那海浪直接拍打在了暴退当中的孤玉身上 怎么可能 身形狠狠地一个震荡 在这一击之下 带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孤玉瞪大了眼睛 惊呼声当中 狠狠地撞击之后 孤玉身形更是亮呛着暴退出了数百米 足足退出数百米之后 孤玉甚至险些摊坐在了地上 他彻底地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 第2868章杀戮 开始 静 场面这一刻安静到了极致 所有人都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转瞬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多到让人一时间 回不过神来 汉天没有死 孤玉没有斩杀汉天 甚至被逼退了 突如其来的四道身影 又是谁 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孤家 甚至是王家上下 所有人都被笼罩在疑惑当中 甚至 静静等待死亡的汉天 也是被外界的动静惊得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一切 汉天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滑足足过了片刻 这一片寂静才被打破 然后 场面炸开了锅 天哪 是他 怎么可能被 王晨 竟然是他 不好 王晨来了 回过神来之后 当看清楚出现在前方的那一道身影之后 孤家之内 所有人面色大变 哗然声 更是在这一瞬间此起彼伏 王晨 没错 这个战场之内 如今不认识王晨的人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 何况是孤家 王晨 绝对是孤家最大的敌人 他让孤家吃了太多亏 他给孤家带来了太多的耻辱 所以 孤家上下 所有人都恨不得杀了王晨 恨不得吃了王晨的血肉 这样的一个人 就算是华晨辉 孤家上下所有人也必然能够认得出来 而现在 出现在这边的那一道身影 赫然不就是王晨吗 他竟然归来了 这让孤家所有人的心狠狠地震动了一下 在孤域老祖眼看着就要斩杀寒天的时候 王晨归来 阻拦了孤域老祖 想到王晨当初做过的事情 不少人眼中闪过了恐惧的神色 心中感觉冰朗 甚至 不少人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 竟然是这小子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这小子会回来的 没想到 是现在回来 好了 现在风光又被他抢走了 孤家上下炸开了锅 王家之内 却是一片喜气 尤其是断天刃 看清楚那一道身影之后 他脸上先是闪过了一丝诧异的神色 紧接着的便是震惊和狂喜了 当然 也有一些的复杂 王晨归来了 一瞬间 心中的重担 似乎都被卸下 呼 断天刃 常呼出了一口气 现在 我们可以看戏了 看着身边的望晴谷圣女 断天刃询问道 看戏吧 他 不会让这些家伙好受的 面纱之下 望晴谷圣女是什么表情 没有人知道 但是 他眼中闪烁着的那一丝波光 却是隐藏不过去 有惊喜 有复杂 也有柔情 在望晴谷圣女身边 姬雪凌则是一瞬间沉默了下来 那一道身影 如此熟悉 却又是如此的陌生 本应该是敌人的 不是吗 为何现在却是生不出一丝的敌意呢 甚至 有小小的窃喜 姬雪凌眼神复杂无比 而在这三人身后 王家上下 这一瞬间却是开始了疯狂的欢呼 那一道背影 便是山岳 那一道背影 便是战神 他便是王家的天 他回来了 还有危险吗 所有人脸上重拾自信 汉天大哥 你没事吧 没有理会孤家的近乎 没有理会王家众人的惊呼声和欢呼声 在逼退了孤狱之后 王晨则是担心地朝着身边的汉天看了过去 这一刻汉天看起来很不好 这让王晨很愤怒 浑身的鲜血 这似乎是王晨见到过的汉天最狼狈的一面 奄奄一袭 他的伤势 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王晨既是担心 也是愤怒 还好 死不了 你小子 再晚一点回来 我就真的要飞灰烟灭了 该死的 碰到对手了 这一次真的事迹不如人 丢人啊 看着王晨 汉天咳出了一口鲜血之后 苦笑道 王晨回来了 这也是让汉天意外的事情 在刚才那一瞬间 汉天甚至做好了等待死亡的准备 甚至 他感受到了死亡 他想到了太多 但是 他未曾想过 自己还能活着 那一瞬间是必死的局面啊 这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好了 王晨这小子 回来得真是及时啊 他 似乎又是变得强大了 看来自己是真的被这小子超越 并且超越了很多了啊 汉天心中暗暗叹息 但是 更多的却是欣慰和自豪 因为 一直以来 汉天真的是很欣赏王晨 他真的是将王晨当成了自己的地点 否则的话 以汉天的骄傲 他怎么可能跟随在王晨的身边 天下 才是他汉天的家 他不可能被王家禁锢 但是他就是因为王晨 选择了将自己锁在王家之内 因为 他要看着自己的这个地点成长 他想要看看 自己的这个地点能够成长到什么高度 他要跟着王晨创造无尽的辉煌 事实上 证明汉天的选择真的是没错的 不是吗 现在 他经历了太多 他看到了太多 王晨也真的成长得很快 这让汉天真的很欣慰 我的身体是什么情况你知道 清晨之力之下 我恢复的速度可不会比你逊色多少 放心吧 感受到王晨依旧无法释怀的神色 汉天沉声说道 紧接着 露出了一丝笑容 好了 这边交给你了 我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等到我好了 找你切磋 艰难地抬头 拍了拍蹲在身边的王晨的肩膀 汉天笑道 好 我帮你杀了他 听到汉天的话 王晨也是笑了 那一抹笑容 甚至显得纯真无邪 只有在汉天和王炎等人的面前 王晨才会展现出这一面 这是对亲人才会展现出来的一面 汉天 就是他王晨的亲人 欺负了自己的亲人 王晨怎么可能放过 现在 他要杀了孤家的那些混蛋 想到这边 王晨呼出一口气 狂人 带汉天大哥下去休息 嘿嘿 老大 放心 汉天大哥肯定没事 我带他下去 等等过来跟你一起战斗 我的双拳已经饥渴难耐了 听到王晨的话 狂人露出了一丝嚣张的笑容 紧接着 背起了汉天 便是转身朝着后方走去 直到汉天被狂人带走之后 王晨这才收起了笑容 他的面色 仿佛进入到了寒冬腊月当中一般 满是冰朗 仿佛凝结成冰 缓缓地转身 王晨这才朝着远处被自己逼退了的那一道身影看去 顾家的人 密着眼睛 王晨看着此刻面色阴晴不定的顾玉冷冷询问道 顾玉 听到王晨的话 顾玉面无表情地冷横道 紧接着 他看着王晨 王晨 没想到 你竟然归来了 顾玉的神色很是复杂 没想到竟然会是王晨 看到王晨的那一瞬间 顾玉真的是心中翻江倒海 这杀神归来了 可不是好事啊 红晨的局面 在一次陷入到了无比复杂的境地当中 王晨会带来什么改变 难以想象 顾玉心中叫苦不叠 却也是愤怒无比 呵呵 顾玉 你知道 你刚才是在找死吗 听到顾玉的话 王晨冷笑连连地询问道 这是愤怒的笑容 谁都能够感受到王晨的愤怒 笑容当中 更是杀鸡无尽 谁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丝杀鸡 大杀鸡以王晨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出去 转眼之间 仿佛覆盖方圆万米 让方圆万米化为一个寒冷的几地 让这其中的所有人 都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有什么疑言 你可以说了 紧接着 王晨深吸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询问道 疑言 没错 王晨要让孤玉留下疑言 因为 他注定是要杀了孤玉 想到之前看到的一幕 王晨现在依旧后怕 也是越发的愤怒 若不是这一次 自己及时地赶回到了红城这边 会发生什么 难以想象 王晨暗暗庆幸 庆幸在草原当中当机立断 做出归来的决定 庆幸有万鬼令的庇护 给他们创造了很多条件 让他们避开了很多危险 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正是因为如此 日夜兼程之下 王晨等人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这才算是及时离开了草原 甚至不惜代价记住 传送阵来到了红城的附近 否则的话 王晨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 会如何疯狂 而这一切 都是孤家造成的 现在 孤家要为他们的愚蠢 付出代价 现在 孤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让孤狱留下一言 这还是看在孤狱给王晨留下了时间的份上 混蛋 王晨这是给了孤狱留下一言的机会 但是 孤狱却是愤怒了 他很愤怒 王晨 这是什么意思 小看自己 他竟然让自己留下一言 哼 王晨 你休要唱狂 你觉得你能杀了我 顾玉怒及返校 这样被王晨小瞧的感觉 很不好 看来 你是不打算留下一言了 这个机会 你也准备放弃了 很好 听到顾玉的话 王晨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 机会 给你了 你不要 那就算了 深吸一口气 王晨眯起了眼睛 既然如此 你就去死吧 伴随着这一番话落下 王晨的眼中顿时是爆出了一抹是人心魂的寒光 在话音落下的同时 王晨的周身杀鸡更是爆发到了极致的程度 杀之急 这一刻王晨竟然出动了杀之急领域 杀戮的极限 王晨的杀气 仿佛化为实质 天昏地暗 恶鬼哭嚎 王晨的身行动了 在无尽的寒气当中 在恐怖的杀气当中 他仿佛从原地消失了 杀戮 开始 第2869章垂死挣扎 机会 已经给了 既然故意不想要 王晨何须客气 杀之急祭出 王晨身行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仿佛凭空消失一般 甚至谁也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可能这么快 眼看着王晨竟然转眼之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让站在王晨对面的孤域神色大变 刷 面色瞬间苍白 孤域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 恐怖的杀气 化为实质 犹如恶魔 不断地侵蚀着他的心神 冰冷的气息 让他整个人仿佛凝固 现在 王晨更是消失了 这 王晨竟然这么强大 孤域的心 狠狠地站倒了一下 不好 突然之间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般 孤域冷汗淋漓 他一声惊呼 便是想要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现在 你还想走吗 然而 孤域想要退的时候 却是已经晚了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王晨的声音已经率先传来 冰朗 不带一丝感情 仿佛来自地狱 那声音 更是犹如就在孤域的耳边炸开 轰 心神震荡 孤域瞪大了眼睛 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一般 轰 在那惊恐当中 一阵气浪炸开 王晨的身影出现在了孤域的身边 赤如闪电的一击 直奔孤域的胸口而去 不 眼看着如此一幕 孤域神色更是变得苍白了起来 惊恐无尽 滚开 看着王晨的那一拳直奔胸口而来 孤域大惊之下 连忙双拳轰出 想要抵挡 不自量力 看着孤域的抵挡 王晨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很是不屑的冷笑 六次重修圆满 若是在进入炎城之前 这样实力的强者 说不得足以让王晨遇到无尽的麻烦 甚至陷入到无边的危险当中 比如说当初的高湛的化身 那被王晨和炎月合力斩杀了的高湛的话 不就是在六次重修圆满到七次重修之间吗 那时候 王晨面对高湛的化身何等的狼狈 但是 那是进入炎城之前 现在 王晨可是冲炎城归来了 在如今 这样的实力 对于王晨来说 构不成任何的威胁 轮回路 轮回逆境 没有人能够想象轮回路和轮回逆境 到底给王晨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他甚至在草原当中 重创险些斩杀了三公子的化身 纵然那时候的三公子化身已经身受重伤 但是 那也绝对不是六次重修圆满的武者能够抗衡的 所以 孤域的抵挡有用 王晨满脸的不屑 爆 一声误吼 王晨一拳炸开 通 赤如破竹 通 直接破开了孤域的双拳 在孤域骇然的神色当中 这一拳如同炮弹一般 划过绚烂的轨迹 在孤域的胸前炸开 威力无双 气势无双 山河仿佛都在震荡 可想而知 这一招之下 到底又是爆发出了何等惊人的战斗力 不 怎么可能 王晨你 胸口如遭重疾 在王晨的这一局之下 孤域整个人的身体几乎都蜷缩了起来 隆隆 清脆的骨骼断裂声传来 孤域清晰地看到 自己的胸口似乎塌陷了下去 胸骨断了 这一点无庸置疑 扑扑扑 鲜血狂喷 孤域的双眼几乎都瞪了出来 他不可置信 他痛苦无比地惊呼道 好强大 好霸道 自己竟然连抵挡的机会都没有 这 怎么可能 轰 在孤域的惊呼声当中 轰鸣声炸开 下一刻 他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 整个人便是被震得飞了出去 这一下 足足飞出了数千米 孤域这才砸落在孤家人群当中 砰 砸落在地上 孤域身形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尘埃飞扬 整个大地都震动了一下 扑吃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甚至带着内脏的碎片 这一刻的孤域 甚至只翻白眼 这一集 让他险些直接被过气去 静 随着那一声轰鸣声之后 场面再一次陷入到了诡异的沉寂当中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王家的众人 孤家的众人 都瞪大了眼睛 呼呼呼 唯独寒风还在呼啸 唯独杀鸡还在缭绕 嘶 足足过了片刻 在孤域低沉的惨叫声当中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这一下 无数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孤独 孤独 甚至 能够清晰地听到一个个人艰难的淹口水的声音 王晨 他 他竟然 这么强大 老祖 老祖 竟然不是一招之敌 咽下了口水之后 孤家之内众人更是面面相去 显得不可置信 老祖 你如何了 老祖 紧接着 回过神来的众人更是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他们的神色焦急 紧张 带着恐惧 老祖如何了 孤山老祖已经出事了 这一次 孤狱老祖真的不能再出事了啊 孤家所有人将孤狱给围了起来 关切无比地看着孤狱 嘶 这小子 相比起孤家的紧张而言 这一刻站在王晨的身后 看着如同战神一般毅力 不着急追杀的王晨 断天刃嘴角却是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他与身边的忘情古圣女相视一眼 都能够从对方的眼神当中 看出不可置信和震惊 王晨 变得更加强大了 而且 变得无比强大 比起今日严惩之前 他到底又是提升客多少 果然是变态 这样的提升速度 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说过 我们看来只能一直跟在他的身后了 他的提升速度 超越想象 我们 难以追上 望情古圣女苦笑了起来 叹息一声 他有一些无奈 有一些复杂 是啊 很强 当初 他比起我们丝毫不强 甚至更弱吧 鸡雪凌想到了第一次与王晨见面的场景 那时候的王晨 不算强者 他甚至自身难保 但是 谁能想到 这些年来 王晨竟然成长到了如今的高度 六次重修武者啊 那个孤狱可是六次重修圆满的强者 竟然一招被王晨给轰飞了 虽然在与汉天的战斗当中 这孤狱可是受伤了 可是浪费了很多的气力 但是 也不至于弱小到这个地步吧 一个六次重修圆满的强者 再弱 又能够弱小到什么地步去呢 反正 断天任和忘情谷盛严暗暗的对比了一下 就算此刻的他们与刚刚的孤狱战斗 也没有丝毫的胜算吧 但是 王晨却是 这真的不是人啊 他现在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高度 什么叫做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什么叫做震撼全场 王晨现在正在做这一切 想到这一切 断天任和忘情谷盛严等人再次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无奈 看戏吧 我们看来甚至是不需要出手了 断天任笑道 碰到这样的王晨 算孤家倒霉了 呵呵 这一次 看来孤家又是要写本无归啊 还要陪入一个强大的老祖 嘖嘖嘖 孤家要疯狂了呢 仿佛想到了什么 断天任眯着眼睛四笑飞笑的冷横道 话音落下 他再一次将视线转移到了前方的王晨身上 接下来 王晨怎么做 应该是要彻底的镇压了吧 果不其然 在众人的议论声当中 在断天任的目光当中 做完了一切的王晨 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一般 呼出一口气 他看着远处鲜血淋漓的孤语 废物一个 原来你的实力也就是这样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可以去死了 遗言不用留了 王晨眯着眼睛 面无表情地说道 话音落下 王晨不紧不慢地朝着前方走去 他要深入到孤家人群当中 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孤语彻底的斩杀 瞪瞪瞪 这一刻 王晨的身形 如此的高大 这一刻 王晨每一步踏出 都仿佛如此的有力 那晨们的脚步声 如同雷声轰鸣 如同红中奏响 如同战鼓泪动 每一声脚步声 都让敌人闻风丧胆 看着一步步逼近过来的王晨 甚至那些关切着孤语的孤家众人 忍不住一点点的倒退而去 转眼之间 孤语再一次呈现在了王晨的面前 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 孤家原来真的只是如此 看来他们会没落 也不是找不到一丝的线索 这一切都是他们旧由自取啊 家族之内都是这样的人 孤家如何能不没落 他们弹劾振兴家族 王晨眼中闪过了一丝鄙视的眼神 依旧不紧不慢 他缓缓地 缓缓地朝着孤语走去 混蛋眼看着王晨一步步逼近 孤语眼角狠狠地跳动着 嘴角鲜血不断地 不受控制地流淌出来 孤语面色猙獰 怨恨 王晨 这就是王晨 他现在要杀了自己吗 孤语不甘心 他怎么可能在这边等死 孤语恨王晨 恨王晨为何在关键时刻出现 他恨孤家的人 恨那些没用的后辈 这些家伙 现在竟然抛弃了自己 退缩在自己的身后 这是何等悲凉的一件事情啊 自己可是他们的老祖啊 孤语有一种哭的冲动 感受着王晨恍如死神一般的步伐 感受着那如同催命曲一般的脚步声 孤语眼中闪过了一丝怨恨和疯狂的神色 啊 王晨 我跟你拼了 必无可避 孤语知道 王晨不会饶了自己的 他无法躲避 所以 就算是憋着最后一口气 孤语也要跟王晨拼了 他不会等死 他就算死 也要咬下王晨的一块肉 哄 想到这边 原本奄奄一息的孤语 竟然谈逼而起 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竟然生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 狠狠地朝着王晨哄去 第2870张月纱上 带着一丝不甘心和愤怒 这一刻 躺在地上看起来奄奄一息的孤语 竟然在一次爆发出了强大的气息 胸口的伤势 已经不管不顾了 塌陷下去的胸口 此刻看起来何等的争宁 但是 这一切 已经无关紧要 最关键的是 孤语不想死 轰 弹地而起 孤语的速度 这一刻快到了极致 几乎电光火石之间 他的一击 便是轰到了王晨的身前 那速度 让人不寒而栗 那气势 让人不由得暗暗战斗 不好 王晨小心 避开 眼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后方看着王晨的断天刃神色大变 惊呼道 忘情古圣女也是眼神骚然一鸣 眼中寒光闪烁 没想到 这孤语生命力竟然如此惊人 这一刻 两人都不由得为王晨担心 不少人 心都揪了起来 但是 场内确实有那么几个人 确实面色不变 那便是炎月和继承 炎月和继承对王晨有着十足的信心 这样的孤语 想要杀了王晨 痴人说梦罢了 嘿嘿 不自量力 还有送寒天归来的狂人 他看着这一幕 嘴角一瞥 满脸不屑 当然 除了这三个人之外 王晨更是显得淡定无比 看着抱起的孤语 王晨眯起了眼睛 为什么总是如此的不自量力呢 看着扑倒自己身前的孤语 王晨喃喃着自语道 轰 在王晨的自语声当中 一阵轰鸣声炸开 王晨的身体 似乎在这一集当中都扭曲了起来 不对 然而 看着王晨扭曲了身体 还不等兴奋 孤语却是面色大变 孤语是什么人 那最起码也是六次重修的强者 那也是达到了六次重修圆满的强者 他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战斗 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华果然 就在孤语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一阵波纹荡漾而开 在孤语骇然的神色当中 被轰中的王晨 竟然开始淡化 消失 这是虚影 这是幻想 看着这一幕 孤语瞪大了眼睛 他脸上满是恐惧 怎么可能 孤语不相信 王晨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做出如此的反应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 刚才王晨可是已经走到了孤语的身前啊 孤语为了这一击 也是酝酿了许久许久 他等待的就是王晨来到自己面前 等待的就是王晨彻底放松的时候 给王晨致命一击 事实上 孤语做得很好 最起码 在这之前 他做得很好 甚至 他不惜耗费了一口精血之力爆发自己的战斗力啊 在孤语看来 他的计划会成功的 到时候能够给王晨致命一击 他不算失败 他不会死 但是 谁想到 现在是这样的结果呢 王晨竟然能够在那千军一法之际 避开了自己的一击 留给了自己一个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幻想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孤语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孤语的计划 算是彻底的失败了 一股绝望 在孤语的心头开始滋生 在意识到不妙的瞬间 孤语便是想要垂死挣扎 他想要躲避 你 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我说了 你要死的呢 就在孤语准备躲避的时候 他的身后却是突然传来了王晨冰冷的声音 声音悠悠 却是如同悬泪炸开 这声音 惊得孤语几乎魂飞魄散 不好 老祖 小心 老祖 快点避开 老祖 他在你身后 不但是孤语 孤家的所有人 此刻都仿佛是看到鬼一般 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王晨竟然出现在了孤语的身后 这让孤家所有人岂能不惊 要知道 就在刚才 他们几乎是坐过山车一般 心情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 再从谷底窜升到了巅峰 现在再一次跌落到了谷底 这让所有人几乎崩溃 孤语碾压汉天的时候 孤家的人 无疑是兴奋的 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光芒 同城仿佛成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但是 王晨归来了 王晨的归来 让他们从巅峰跌落到了地狱当中 从天堂到地狱 便是这样的感觉 然而 孤语再一次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孤语隐忍 他等待着给王晨致命一击 看到孤语抱起的那一瞬间 孤家所有人只感觉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希望 还在 然而 王晨却是在一次将这一丝希望彻底的碾压 揉碎 想到这边 孤家所有人面色惊恐了起来 王晨 这还是人吗 浑蛋 神色苍白 听着身后传来的一阵阵尖叫声 孤语快要疯狂了 还需要那一群废物尖叫吗 还需要他们提醒吗 自己难道不知道王晨在自己的身后 王晨这都跟自己说话了呢 死亡的气息 甚至已经将自己覆盖了啊 还需要提醒吗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群人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说的难道不是如此 碰 在孤语愤愤不平的时候 一阵轰鸣声却是骤然炸开 扑痴 孤语的眼珠子几乎都被震飞了出来 张口之间 他狂喷鲜血 整个人在闷横声当中 被轰的朝着前方抱飞了出去 身体似乎被撕裂了一般 这一次 王晨的一击很用力 几乎不给孤语任何的机会 不等孤语做出丝毫反应 便是直接将孤语给轰飞了出去 身体在空中飞翔 似乎四分五裂 仿佛 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这一刻的孤语头晕眼花 全身骨头都已经断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更是疯狂的肆虐 经脉似乎都断裂了 孤语的口中大口大口的鲜血 不断地喷洒而出 周身被一股冰冷的气息包裹 孤语感觉到了无尽的恐惧 哼 如此实力罢了 孤语再一次被轰飞出去 王晨却是依旧一脸的淡然 孤语的雕虫小技 如何能够隐瞒王晨 之前王晨的一招是重创了 孤语没有错 但是 王晨可不是傻子 孤语可是六次重修圆满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对付 他不可能在自己的寻常一级之下 便彻底地失去了战斗力 那么 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 那便是孤语在隐藏 他在等待 隐藏什么 等待什么 只要有脑子的人 都清楚 王晨将计就计 这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孤语的爆发 失败了 王晨再一次给了孤语致命一级 这一次 孤语却是连装的机会都没有了吧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王晨身形一闪 再一次消失在了原地 这一次 王晨甚至是连喘息的机会 都不打算给孤语 身形闪烁之间 王晨追上了还在空中的孤语 给我下去 在孤语那绝望而骇然的眼神当中 王晨伸手直接掐住了孤语的咽喉 猛然朝着下方冲去 轰 一阵轰鸣声传来 无尽的尘埃冲天而起 一层恐怖的气浪 化为实质 贴着地面朝着四面横扫而去 扑扑扑 无尽的鲜血如同烟花一般 冲上了空中 砰 孤语的身体狠狠地抽搐了起来 这一集 王晨依旧是没有使用任何的招式 用的只是绝对的速度和恐怖的力量 掐着孤语的咽喉 王晨直接将孤语从空中打落 狠狠地按入到了地面当中 没错 此时此刻 孤语整个人几乎镶嵌在了地面当中 弄弄弄弄 这一次恐怖的冲击当中 一阵阵清脆的断裂声传来 孤语的身上 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一块完整的骨骼 甚至 他的所有骨骼 在这一次的冲击当中 已经全部化为了粉碎 鲜血 瞬间更是染红了正片地面 咯咯咯 化为血人的孤语 身体在地面当中 狠狠地抽搐了起来 他 甚至连说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这最直接最霸道的一集 带来的伤害是难以想象到 够狠 看着这一幕 远处为观的 无论是王家的人 还是孤家的人 都忍不住站斗了起来 王晨这么霸道的招式 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这才是玩虐啊 这才是虐杀啊 现在的孤语 简直就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吧 这才是最恐怖的惩罚 此刻的孤语便仿佛是鱼肉一般 现在只怕是只能任凭王晨去宰割了 这样的冲击力让人心中战斗 发寒 这就是王晨的报复 饶是断天刃这样的人 都是忍不住战斗了一下 好在 他不是王晨的对手 当王晨的对手 似乎真的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断天刃暗暗庆幸 他这一辈子都不需要面对王晨这个恐怖的家伙 就连旁人看着都不免心中战斗 可想而知 此时此刻 身为当事人 已经联动的能力都没有了的孤语 又会是陷入到何等的恐惧当中 看着王晨 孤语的嘴角不断地抽动 想要说话 却是没有办法说 甚至只能将恐怖全部憋在口中 这让孤语崩溃 比死亡更恐怖的就是这样的折磨 比死亡更恐怖的便是精神的崩溃 孤语现在便是如此 他甚至开始后悔 后悔为何要来到红城 后悔为何招惹王家 更后悔为何刚才没有抓住王晨给他的说一言的机会呢 第2871张月杀下 无尽的恐惧弥漫而来 身为一个强大的舞者 他的精神首先必须是强大的 在武道之路这一条道路上 想要攀升到足够的高度 没有绝对强大的内心和神经 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样的强者 想要让他的精神世界崩溃 几乎不可能 或者说 这几乎是太难太难的事情 但是 王晨现在无疑是做到了 而且 王晨似乎做得轻松无比 从开始到现在 王晨只是用了三招 不准确定说 或许算是四招吧 第一招 他逼退了想要斩杀汉天的孤语 第二招 他重创了孤语 第三招避开了汉天的暴起 再次给了孤语致命一击 第四招 便是将孤语直接镶嵌在了地面当中 彻底地摧毁了孤语的一切 这完全是虐杀 从始至终 面对王晨 孤语甚至是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更不用说是反击了 这给一个人的精神会带来何等的摧毁 这便是当初王晨面对三公子的局面吧 只是当初王晨逃走了 今日 王晨扮演的便是当初三公子的角色 而扮演了王晨角色的孤语 却是没有逃走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局面 饶式孤语也忍不住崩溃了 身体已经彻底地不属于自己 死亡将他彻底地笼罩 那无尽的冰朗 让孤语感觉整个人仿佛凝结成冰 他现在 能够做的 似乎只有等待死亡 死亡并不可怕 对于他们这样的舞者来说 踏上五道之路那一天基本就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但是 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等待死亡 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啊 张口想要说话 甚至顾欲这一刻都无法说出一句话来 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他撕心裂肺 早知道如此的话 他肯定事先留下一言 哪里会放弃王晨给他的机会 这王晨太强大了 身体微微站抖着 孤语带着恐惧的眼神看着王晨 死亡 让我死吧 似乎 孤语在呼唤着王晨下手 呵呵 想要死了吗 看着孤语绝望的眼神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哪里会看不出来孤语此刻的眼神 经历了太多的杀戮之后 王晨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 刚才 你要怎么杀了汉天大哥的 眯着眼睛 王晨看着孤语喃喃着自语道 王晨想到了他来到这边的时候 孤语是想要如何虐杀汉天的 想到这边 王晨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了起来 哼 话音落下 王晨悚然抬脚朝着下方践踏而去 孤语不是很喜欢这样践踏别人吗 他不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将汉天碾压死吗 很好 现在王晨便用这样的方式 将孤语斩杀 以笔之道还笔之身 王晨将孤语未曾做到的还给孤语 只是角色产生了交换 之前 孤语是主宰 等待宰阁的羔羊是汉天 而现在 王晨才是主宰 等待宰阁的人换成了孤语 轰 气浪炸开 这一刻 王晨落下的这一脚 仿佛蕴含着千军之力 仿佛能够将整个大地洞穿 不 死亡真正来临 孤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憋出了一口气 撕心裂肺的惊呼了起来 因为恐惧 本就是不堪入墓地面旁 变得更加的恐怖和猙獰了起来 不要 王晨 你不能这么做 混蛋 王晨 放了我家老祖 眼看着王晨这一脚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哪里还能不知道王晨想要做什么 看着这一幕 一阵阵惊呼声 怒吼声传来 后方那些孤家的人 疯狂了 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可是他们的老祖啊 而现在 王晨却是要将他们的老祖碾压 这让孤家的人如何能够接受 老祖 对于一个家族一个势力来说 那就是天 对于孤家来说 自然也是如此 孤欲老祖 那可是孤家之内的顶梁柱 若是他死了 那天就他了 想到这边 孤家的所有人物自欲猎 他们想要阻拦 我一道道身影杀出 直奔王晨而去 不能让老祖陨落 更不能让老祖以这样的方式陨落 这是践踏 这是碾压 若是老祖被这么践踏死了的话 那王晨践踏的就不单单只是孤欲了 他是践踏了整个孤家的尊严 哼 一群无知的家伙你们能够阻拦我 我为何不敢杀了这孤欲 听着身后传来的一阵阵怒吼声 王晨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孤家的那些人开始着急了 他们着急又有何用 对于这些人的愤怒 王晨不屑已故 来到红城 准备对付王家 他们就应该是要做好一切的准备 迎接死亡的准备 现在 这一切 他们应该早已经想到的 不是吗 看来 上一次真的是没有将孤家给打怕 否则的话 他们不会有如今的表现 更不会有这一次的来袭 想到这边 王晨的眼中更是寒光四射 远水救不了近火 他就要让这些人看着孤欲彻底的陨落 哼 想到这边 王晨悚然一声怒吼 脚下气势再次攀升 哼 一脚狠狠地落下 带着沉闷的撞击声 哼隆隆 在这一脚之下 整个大地都狠狠地震荡和颤抖了起来 滑滑滑 以王晨的这一脚为中心 无尽的鲜血 无尽的血肉 朝着四周横飞了出去 伴随着骨骼的断裂声 如此的刺耳 呼呼呼 狂风这一刻开始横扫 那一阵血腥味 顷刻之间便是蔓延到了这一天天地的每一个角落 不 身形狠狠一阵 那些朝着王晨冲来的孤家之人 瞪大了眼睛面旁都扭曲了起来 不 王晨 你这个疯子 王晨 你是魔鬼 你这个魔鬼 竟然杀了我们的老祖 老祖啊 看着远楚那几乎被践踏成肉片的孤域 这一下 孤家所有人疯狂地嘶好了起来 更有不少人 看着这一幕 开始嚎啕大哭 完了 这一次 真的完蛋了 孤域老祖 孤域老祖也陨落了 继孤山老祖之后 孤域老祖也倒在了王晨 这个恶魔的手下 这一刻 孤家的所有人都几乎崩溃了 孤域倒下了 一片天 便仿佛是崩塌了 光明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暗 孤家的所有人都被笼罩在了黑暗当中 看着远楚的王晨 孤家的人都很愤怒 但是更多的却是恐怖 孤山老祖 孤域老祖 都倒在了这个家伙的手中 那下一个会是谁 谁又能够与王晨抗衡 此刻的王晨 在黑暗当中 深染鲜血 他便仿佛是魔神一般站在那边 他便仿佛是从地狱当中走出的死神 让人不寒而栗 孤家的众人 在怒吼的同时 也有很多人忍不住战斗 大哭 哼 一群废物 任凭孤家的众人怒吼和大哭 王晨却是面色不变 你一瞩眼睛看着脚下已经失去了任何气息的孤域的碎肉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怎么 你也想要学孤山逃走吗 他 逃走了 但是 你没有机会 突然 王晨喃喃着自语道 羞羞 话音落下 王晨毫无征兆的 整个人杀出 给我收 手中符印捏出 万鬼令出现在了王晨的手中 华 随着王晨的符印捏出 一片黑光瞬间笼罩方圆千万米 那一片黑光笼罩之下 整个世界 变成了一个地狱 随着万鬼令的恢复 如今的万鬼令 虽然是分身的一部分 但是 王晨却是在一次能够随意的调动 在那一片黑光当中 所有人分明看到了一道挣扎扭曲的虚影 在黑光当中 那一道挣扎扭曲的虚影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那 赫然不就是孤域吗 没错 这就是孤域的神魂 上一次红城之战 王晨斩杀了孤山 可惜 事后王晨才意识到不对劲 孤山的神魂竟然逃走了 这让王晨很是遗憾 这一次面对孤域 王晨早已经防着这一招了 看来 这就是孤家的神通手段 在危急时刻 能够舍弃一切 让神魂逃顿而出 神魂尚存 生命便是不会停止 孤家想要用这种手段不断地延续 上一次 王晨施大意了 这一次 王晨岂能再大意 他早就已经防着孤域的神魂逃脱了 所以 才有了现在的这一幕 随着黑光笼罩 孤域的神魂 此刻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不 放了我 王晨 放了我 我不敢了 我不会与你们王家为敌了 放了我啊 随着万鬼令发威 被死死地禁锢在黑光当中的 孤域神魂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机会 已经没有了 放心 你不是第一个 还会有很多孤家的人 进去陪你 对于孤域的求饶 王晨不为所动 看着那一道扭曲的虚影 王晨嘴角挂着一丝不懈的冷笑 放虎归山 王晨没有傻到那的地步 收 想到这边 王晨面无表情的冷恒道 呼呼呼 随着王晨一声冷恒 喊风呼啸 万鬼令猛然震动 嗡 一声轻盈声传来 万鬼令在战斗当中 作然释放出了一股恐怖的犀利 不 不要啊 在这一股犀利之下 孤域的神魂甚至毫无抵挡之力的 被吞入到了万鬼令当中 那惨叫声 也随着孤域的神魂被吞噬 戛然而止 直到这一刻 孤域算是彻底地陨落了 一个六次重修圆满的强者 一个孤家的老祖 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 生命就此终结 在如今王晨的面前 这个强者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他 被彻底地碾压 第2872章秒杀 不 老祖 混蛋 王晨我跟你拼了 随着那一片黑光散去 随着孤域的神魂也彻底地被吸收 孤域彻底地陨落 这一下孤家所有人嚎啕大哭了起来 为首的一个老者 更是面色猙獰的嘶吼了起来 看着王晨 他眼中带着无尽的怨恨 带着无尽的杀鸡 插了你 犹如野兽一般疯狂的嘶吼 这个老者狠狠地朝着王晨扑了过去 插了我 哼 不自量力的蝼蚁罢了 皮肤汗术 也没有那个能力 收起万鬼令 看着扑来的那一道身影 王晨面色不变 站在原地 他就那么冷冷地看着射来的这一道极光 震天七步 终于 在那一道身影眼看着杀到王晨面前的一瞬间 王晨冷冷地横道 瞪瞪瞪 震天七步踏出 每一步 都显得诡异 都显得虚幻 每一步踏出 都倒退合纸百米 七步之后 王晨气势酝酿到了极致 震天拳 面无表情 王晨直接轰出了一招震天拳 对于这一刻杀来的这个老者 王晨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五次重修圆满的实力 是很强 看得出来这个人在孤家之内的地位不低 看得出来 这一次孤家试下了不小的本钱 不但是有六次重修圆满的孤玉带队 更是有这样五次重修圆满的强者在内 这比上一次孤山带来的阵容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若是上一次有如此阵容的话 说不得孤山或许不会陨落 说不得孤家或许不会失败 但是很可惜 上一次孤家太小看王家了 而这一次呢 这一次 他们谁也不可能想到 王晨竟然成长到了如此程度 否则的话 这一次孤家依旧可能成功 不过 现实却是很残酷的 正如现在 五次重修圆满的武者 王晨如今哪里放在眼中 轰 一拳阵天拳轰出 直奔那老者而去 气浪翻滚 伴随着王晨这一圈阵天拳轰出 天地真正的开始震荡了起来 入籍的王晨 有能力将震天拳爆发出这样的威力 只是一瞬间 天昏地暗 天地碎裂 大到碎裂 无尽的重力 在王晨的这一拳威压而下 一拳之威 便仿佛是天地之威 已经扑倒王晨身前的那的孤家老者 在这一股气势之下 甚至身形都狠狠地顿了一下 怎么可能 老者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王晨 浩强 之前 王晨斩杀孤裕 老者还不信王晨那么强大 毕竟孤裕与汉天的一战当中 已经受伤 消耗了太多的能力 王晨又是突如其来 这其中 王晨占据了太多的优势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老者抱着一丝侥幸 在愤怒之下 这一丝侥幸彻底地放大 他竟然想要与王晨一战 只是 这个想法很快地被湮灭了 现在 他便是感觉到了无尽的恐怖 那强大无比的重力 让老者身形仿佛被禁锢 让他仿佛背负着一座大山 王晨这势如破竹的一拳 更是仿佛能够摧毁一切 不 惊恐当中 老者只能咬着牙关 与王晨的这一级震天拳 狠狠地冲撞在了一起 砰 山崩地裂 弄弄弄 赤不可挡 一股极致的光芒炸开 王晨的震天拳轰破了一切 弄弄弄 清脆地断裂声传来 在王晨身前的那个孤家五次重修的强者 此刻仿佛土鸡娃狗一般 被彻底地摧毁 双臂在震天拳当中 直接炸开 他的招式 根本无法抵挡震天拳分毫 笑话 如今的王晨 可是展现出了七次重修圆满的战斗力 在这样的战斗力之下 施展出震天拳这样的大神通 谁能抵挡 五次重修圆满的实力想要抵挡 这就是笑话 所以 老者便是被彻底地摧毁了 他的招式 甚至无法抵挡王晨分毫 招式被迫 双臂炸开 砰 紧接着 王晨的这一招更是丝毫不停地狠狠 轰在了老者的胸口之上 啪 如同炮竹炸开 一阵清脆刺耳的声音传来 滑滑滑 无尽的斜雨 朝着四面八方喷洒而出 王晨的这一击 竟然直接洞穿了老者的身体 从胸前进入 从后背出来 王晨的手臂 染满了鲜血 老者甚至连被轰飞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静 眼看着这一幕 场内陷入到了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如果说之前王晨斩杀 孤玉带来的震撼已经足够强大的话 那现在带来的震撼更加恐怖 那些朝着王晨扑来的其余孤家之人 都生生地顿住了自己的身形 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方发生的一幕 里 你怎么可能 尤其是被王晨洞穿了身体的那的老者 他更是身体犹如虾米一般扣揉了起来 面色扭曲 艰难地抬头看着王晨 这个老者眼中满是不甘心和不可置信 怎么回事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晨竟然 竟然以催枯拉朽一般的方式破灭了自己的招式 动穿了自己的防御 轰炸了自己的双手 动穿了自己的身体 低头看着王晨动穿了自己身体的手臂 老者更是连惨叫声都难以发出来 生命正在迅速地流失 这一刻 老者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死亡的冰冷和黑暗 他能够感受到 王晨洞穿了自己身体的那一只手臂 仿佛在无情地吞噬着自己的生命 身体之内的气力仿佛被彻底地抽空了一般 老者的头无力地低了下来 嘴角鲜血不断地溢出 老者眼皮不受控制地闭上 死亡结束了 老者知道他结束了 不甘心啊 自己竟然如此弱小吗 在王晨的面前 自己竟然只有被秒杀的资格吗 没错 就是秒杀 闹钟的记忆不断地消退 老者的世界当中出现了当初年幼的时候 当初青年的时候 那美好的记忆 只可惜 这些记忆 现在都正在消散 很快将会彻底地消失 哥 这一刻之后 终于在喷出一口鲜血之后 老者的身体冰冷了起来 哼 身体伴随着沉闷的声音 四分五裂彻底炸开 这雨 弥漫在正片天空当中 老者的神魂 更是毫不客气地被王陈职接收起 陨落 又是一个强者陨落 这一次更加干脆 更加彻底 这一次 是霸道无边的直接秒杀 华 随着那血雨炸开 场内的寂静被打破了 不 长老 不好 长老陨落了 秒杀 王陈竟然秒杀了长老 天哪 长老被秒杀了 我们完蛋了 这一次真的完蛋了 王陈他不是人 他就是魔鬼 他根本就不是人 在那一片血雨当中 骇然了不知道多久 回过神来的孤家众人 这一下是彻底地崩溃了 若是说 孤欲地陨落 让他们感觉天塌了 让他们走到了崩溃边缘的话 那么现在王陈的一次秒杀 便是直接将这些人推入到了地狱的深渊当中 王陈站在这边 让孤家的所有人便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他彻底地抹杀了孤家所有人的希望 将他们推入到了万丈悬崖当中 逃 快逃啊 我们不能留在这边 王陈不会放了我们的 这个魔鬼 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的 在崩溃之后 便是疯狂 甚至连再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在场的数十个孤家的强者 在惊呼声当中 恍如丧家之犬一般 开始抱头鼠窜 在这些人的眼中 王陈已经不可战胜了 越杀孤欲老祖 秒杀强大的长老 谁 还能够抗衡王陈 主心骨都倒下了 现在不逃 难道在这边等死吗 场面 顿时混乱了起来 呵呵 还想要逃走吗 既然来了 就不用走了 我王家红城 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今日 你们都留下吧 看着四处逃窜的孤家之人 王陈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喃喃着自语道 摩擦掉了手臂上刺眼的血迹 王陈看着元楚年面色复杂的断天刃等人 还愣着做什么 一个也不要放过 这一次 要让孤家付出代价 轰 话音落下 王陈身形一闪 便是朝着逃窜的人群当中杀去 既然杀戮的序幕拉开了 那便让这一场杀戮的盛宴来得更加疯狂一点吧 可可可 还愣着做什么 快 给我杀 一个不留 听到王陈的话 看着王陈如同猛虎下山一般 杀入大了孤家的人群当中 这一下 回过神来的断天刃尴尬的咳嗽了一声之后 面无表情的大声喝道 杀 话音落下 断天刃更是率先杀出 杀 一个不留 紧随着断天刃之后 回过神来的王家所有人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和魔族的所有人都疯狂了 他们的眼中满是杀鸡 他们体内的鲜血已经开始沸腾了 逆转 追杀 现在是他们拉开杀戮序幕的时候了 想到王陈归来之前的憋屈 这一刻 所有人都冒足了气力 之前的孤家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抱头鼠窜了 岂能让他们就此离开 尤其是看着王陈如同猛虎 势如破竹地开始收割生命 这些人更是感觉热血沸腾 在怒吼声当中 一道道身影 转眼之间杀入到了孤家人群当中 第2873章风云洞 这是一场杀戮的盛宴 在王陈的带领之下 王家之内 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王陈带来的刺激 让所有人仿佛疯狂的野兽 这一刻 王家的气势 绝对处于最巅峰 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杀戮 心中的憋屈和怨恨 仿佛在这一刻 能够得到最彻底的宣泄 这根本就是一场屠杀 单方面的屠杀 尤其是王陈 段天刃 狂人 炎月 继承 忘情古圣女 姬雪玲等人加入之后 这场面 更是呈现出了一面倒的局势 这其中 王陈 炎月又是何等强大 继承纵然伤势没有彻底恢复 但是 发挥出五次重修的战斗力 也是没有丝毫的问题 故意隐落了 现在在场的这些孤家之人 又有谁能够抵挡他们三人的步伐 一路所过 血肉横飞 王陈 炎月 继承三个人便是地狱当中走出的魔鬼 哭嚎声 惨叫声 求饶声 一时间不绝于耳 同城之外的这一片空地 此刻已经化为了一个人间地狱 鲜血 染红了大地 鲜血 染红了天空 杀气 让这一片大地 仿佛来到了寒冬腊月 行风呼啸 厉鬼哭嚎 死神的镰刀正在不断地挥下带走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之后 终于那惨叫声缓缓地落下 大地再一次陷入到了沉寂当中 只是那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却是久久不曾散去 让人作呕 呼 直到这时候 浑身鲜血的王臣等人这才算是停下了收割 身上的献血 都是敌人的献血 这是一场彻底的胜利 孤家 再一次全军覆灭 结束了 来到王臣的身边 看着王臣 断天刃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只是开始 听到断天刃的话 王臣微微地瞇了瞇眼 结束 不 对于红城来说 这一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对于王臣来说 甚至是对于王家来说 这一场战斗都才刚刚开始 孤家又算什么 这一次 王家四面楚歌 面对几股强大的势力围剿 这其中 孤家只是最弱小的一股势力罢了 灭了孤家的这一股势力 又算什么 距离结束 还太远 听到王臣的话 断天刃嘴角一抽 他露出了一丝苦笑 是啊 刚开始 李这个家伙 变得很强了 那些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吧 断天刃眼神有一些复杂 七次重修 不知道何时走到这边的忘情 古圣女眯着眼睛看着王臣询问道 是啊 七次重修的战斗力了 王臣没有隐瞒 很强 看来 我们想要追赶你 很难 断天刃不由得唏嘘 七次重修的战斗力 很强 要知道 现在的断天刃 顶多只是四次重修的战斗力罢了 这还是借助了魔月教之内的强大资源和一个机缘才达到的高度 没想到 竟然还是被王臣甩开了这么远的距离 这让断天刃岂能不感慨 强 距离强大 还有很远的距离 对于断天刃的感慨 王臣叹息道 强大吗 七次重修圆满的战斗力 听起来似乎真的很强大 但是 王臣面对的敌人一样很强大 斩龙格还未出手 那才是最恐怖的存在啊 还有圣山 王臣不信 圣山在这战场之内直服了千万年的时间 会没有顶尖的强者 只是圣山一直都太低调了罢了 否则的话 只怕他们的风头不会逊色斩龙格分毫 斩龙格之内 还有高湛和三公子这样的年轻一代强者 圣山难道会没有 所以 王臣高兴不起来 听到王臣的话 这一下 在场的人都沉急了下来 许久许久 没有人说话 断天刃和忘情谷圣女等人都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该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 回过神来的王臣 看着血腥一片的地狱 沉生说道 干城那边应该情况很危险了吧 王臣眯着眼睛继续说道 该离开这边了 同城之战结束了 但是 干城那边的战斗 或许才刚刚开始 面对强大的圣山 孙亦凡他们是否顶得住 这让王臣怎么可能不担心 嗯 去干城吧 郑山带来的压力不小 听到王臣的话 忘情谷圣女点了点头说道 看天大哥就留在这边休养 留下几个人收拾战场 今夜 只怕是红尘无眠了吧 不知道多少人现在还在心惊胆战呢 这边 需要安抚 狂人的家族在这边 应该能够做到这一切 留下几个人帮忙就好 其余的人 都去干城 断天刃 陈寅道 可以 听到断天刃的话 王臣没有反对 相视一眼 下一刻 不再言语 很快地做好安排 留下了几个人之后 王臣一行人便是迅速地朝着红城之内而去 通过红城的传送阵 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抵达干城 现在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宝贵无比的 甚至 多突延一秒钟 干城那边都可能崩溃吧 这让王臣等人不敢耽误时间 红城 极尽一片 漆黑的夜幕之下 没有丝毫的灯光 仿佛 空气都凝结了一般 惨叫声落下了 城内不知道多少人常呼出了一口气 战斗结束了 看来 王家再次获胜了啊 这样很好 不是吗 王臣归来了 呵呵 没想到 王家竟然如此强大 这一片死一般 沉寂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之后 终于传来了低沉的议论声 在这样的夜晚 红城之内的人们哪里能够睡着 他们都在关注着这一场战斗 现在 战斗落下了帷幕 所有人都常呼出了一口气 躲过了一场浩劫 对于城内的所有人来说 如今这个结果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王家 再一次获得了胜利 城内众人悬着的心 也在这一刻似乎放松了下来 又是一场暴风雨席卷而过 红城依旧屹立在这边 这就足够了 空气中虽然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但是 这已经无法影响到任何一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活着便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是吗 就在刚才 他们可是深切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从地狱到天堂的滋味 在这一刻 谁还会去管那血腥味 孤家 也是就由自取罢了 若是让孤家获胜的话 现在的夜幕还能宁静 若是让孤家杀入到红城当中的话 他们会如何对待红城之内的人 或许是不闻不问 或许是血洗 或许是屠路 总之 那都不是好的结果 呼 终于 在这深夜时分 所有人都能够躺在床上 缓缓地闭上眼睛 进入到梦乡当中 然而 这些人确实不知道 在他们准备开始睡觉的时候 另外一遍的干城又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些人也不会知道 在他们熟睡的时候 王城等人已经通过红城之内的传颂阵直奔干城而去 今夜 对于王家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甚至是魔族的所有人来说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当然 今夜 对于战场之内 不知道多少人来说 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红城告解 王家大圣 就在红城战斗刚刚落下帷幕的同时 关于聚集城战斗的消息 瞬间朝着整个战场传去 犹如狂风一般 这个消息不知道是震撼了多少人 那些时刻关注着这一幕的人 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 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哪 王家竟然在一侧大圣了 王城归来 怎么可能 孤家 又栽了 在震撼之后 一阵震惊呼声传来 谁都知道 如今王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四面楚歌 岌岌可为 这便是如今王城和王家面临的局面 谁都不看好王家 毕竟这一次出手的可不单单只是九城联盟了 王家还能挣扎多久的时间 这或许才是人们应该担心的事情 但是 结果呢 王家再一次给所有人带来了震撼 带来了意外 在这样岌岌可为的时候 王城及时归来 战斗才刚刚开始 王家便是以霸道的姿态 横扫了孤家 王城强势归来 斩杀孤狱 顾家所有人全军覆灭 这消息带来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 王家 已经撕裂了一条口子了 现在 红城安然无恙 剩下的干城呢 在那边 圣山会给王家带来如何的冲击 王家又该如何抵挡 心悬了起来 关注着这一场战斗的人 很快将心中的那一丝震撼压制了下来 他们重新将视线转移回到了干城之上 战斗才刚刚开始 顾家失败了 王家只能说是撕裂了一道口子 看到了一丝树光罢了 距离胜利 还很遥远 不是吗 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 王家到底是一黑到底 还是半路折戟 圣山 这个低调无比的庞然大物 又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威力 这都是人们想要看的 或许 很快的 在凌凌树光出现之前 这个结果便会呈现在 所有人的面前吧 干城 在这一刻 吸引着整个战场的目光 第2874章振奋人心 呼呼呼 寒风呼啸 夜幕 越发地深沉了起来 深夜时分 多出了一丝良意 干城 王家所在的城池 如今王家掌控的城池 往常 纵然是在这个深夜时分 依旧是可以看到一些行人 依旧是可以看到一些红尘之地 阴阴艳艳艳 但是 今日 却是显得格外的安静 整个城内 漆黑一片 唯独城主府之内 灯火通明 在漆黑当中 不知道多少人在默默地关注 着眼前的局面 又是不知道多少人 在这漆黑当中 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今日 是关乎干城 关乎王家的命运的一战 整山的人来了 大军杀来 王家岌岌可为 干城之内 笼罩着一层几乎让人窒息的气息 虽然没有爆发想象当中的那样的大战 但是 这低沉的气氛 却是越发地让人感觉压抑 干城城墙之上 此刻站着孤零零的一道身影 孙亦凡 没错 站在这城墙之上的人 赫然不就是孙亦凡吗 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这边 夜幕当中 孙亦凡面色凝重 眉头更是微微地皱着 孙亦凡朝着远方瞭望而去 整山 你们是终于忍不住了啊 其实 我不想与你们为敌的 不是吗 可是 你们为何要一直逼我呢 王家 没有得罪你们 你们为何要咄咄相逼 若非如此 我们其实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不是吗 看着远方的那一片漆黑 孙亦凡叹息了一声 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喃喃着 圣山 这个当初在天玄大陆被视为信仰的地方 被所有人视为荣耀的地方 谁能想到 王家竟然与他们的关系达到了如此恶劣的地步 要知道 从一开始 王家就没有打算与圣山为敌的 甚至 当初王臣的大哥王炎 更是在圣山之内 原本 按照正常的发展来说 他们王家应该要与圣山的关系很好的 不是吗 但是 大家都忽略了时间的恐怖 无尽的岁月流逝 在时光的冲刷之下 圣山忘记了他们的本心 他们抛弃了当初肆与他们荣耀的那个神 圣山选择了帮助藤家 选择了帮助战家 他们选择了打压王家 正是因为如此 王家和圣山才一步步地走到了如今的地步啊 这一次 却是真正的要站在对立面了 再也没有了一丝缓冲的余地 想到这边 孙亦凡揉了揉脑袋 再坏不过的消息了 不是吗 虽然没有人清楚如今的圣山到底还有多少实力 但是 这样万年积累下来的强大存在 怎么可能简单呢 王家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太吃力了 今夜的一战 结果会是如何 孙亦凡甚至都不知道 他能够做的 他已经做到了最好 剩下的只能等待了 战场 不在甘城 最起码 孙亦凡不允许战场出现在甘城之内 这甘城 是如今王家的根基 是王家的一切 若是战场设立在了甘城这边 这样的战斗 足以让甘城彻底的覆灭 所以 孙亦凡选择了主动出击 他们的人 将圣山阻拦在了百里之外的那一片开阔的平原之上 那边的战斗 应该是已经要开始了吧 想到这边 看着远方 孙亦凡眯起了眼睛 王延去了 所有人都去了 如今 甘城之内 只剩下了几个年轻一代的舞者进行镇守 孙亦凡更是一人坐镇城墙之上 他希望能够等到一个好消息 只是 巨大的压力 让孙亦凡感觉到了一丝疲惫 这一次 是真的有一些疲惫了 一个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 这样的后果 太严重 无法承受 这样没有办法掌握的感觉 很不好 仿佛之间 孙亦凡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初在天旋大陆的时候 掌控痊愈的像干堪 当初 他便是承受着如此的压力吧 真是一个不简单的胖子 若不是一直用你来鼓励我自己 我可能已经坚持不住了呢 想到像干堪 孙亦凡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仿佛之间 体内再一次充满了动力 像干堪 一直都是孙亦凡追赶的目标 他帮助王臣打下了天旋大陆一片大大的江山 那孙亦凡便在这战场当中 为王臣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 无非如此罢了 孙亦凡不能倒下 思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走到城墙边缘 居高临下 孙亦凡眼中闪烁着一丝金光 现在就看王延大哥他们的了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看看他们又能够牵扯多少圣山的能量吧 希望 情况是好的 与圣山为敌 不得不考虑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情况 这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原本就是圣山的一份子 只是因为王臣的关系 这些人站在了王家的身边 这一次 他们会如何表现 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也是孙亦凡不得不考虑和担心的事情 若是这时候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出现问题的话 王家真的就要跌入大万丈深渊了 到时候 就算孙亦凡的计划再完美 就算孙亦凡是神 只怕也无能为力了吧 孙亦凡眉头紧锁着 看着远方 他陷入到了久久的沉默当中 大边情况如何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 孙亦凡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询问道 有消息传来了 在孙亦凡话音落下的同时 一道漆黑的身影出现在了孙亦凡的身边 什么消息 听到这黑衣人的话 孙亦凡眉头一挑 询问道 有一些期待 也有一些担心 他口中的另外两个地方的情况 说的自然就是离城 阳城和红城了 离城 阳城那边 受足镇守 对抗九城联盟和英山玉家 两大势力 压力最大 但是 更让孙亦凡担心的却是红城 离城和阳城的压力是很大 但是 谁也不能小看受足的实力 何况 柳星年亲自在那边坐镇 这一点 孙亦凡是有信心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聚集成 红城那边看似压力最小 看似只是面对一个最弱小的孤家 但是 真实的情况啊 真实的情况是聚集成极度空虚 这一次 王家的压力太大了 大到了让孙亦凡甚至没有办法抽出力量说明红城 红城那边 只是去了几个年轻一代的强者罢了 段天刃 忘情古圣女 姬雪玲 汉天 没错 可以说 只有这四个人去了红城 加上一些本就在红城之内的武者 这便是红城所有的力量 王家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甚至是魔族的其余力量都被向干坎调动到了干城这边 他们要全力对付圣山 所以 红城那边很空虚 真的能抵挡住孤家 孙亦凡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他担心听到不想听到的消息 因为 这时候传消息来 似乎不是好消息 按照孙亦凡的计划 红城那边 最起码需要防御到黎明过后 没有指望红城胜利 只希望能够尽量拖延时间 现在过去了才不过两个时辰吧 难道已经失败了 孙亦凡眯起了眼睛 静静地等待着身边黑衣男子的消息 红城 大姐 孤家 全军覆灭 在孙亦凡的沉默和等待当中 出现在孙亦凡身边的那个隐蔽 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缓缓说道 轰 一番话 却是如同玄雷一般 在孙亦凡的耳边炸开 邓 甚至 听到这个消息 孙亦凡的身体都忍不住震动了一下 什么 李再说一遍 邓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 孙亦凡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他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个隐蔽 沉声询问道 他想要再一次确定 红城大姐 孤家全军覆灭 听到孙亦凡的话 尹卫不紧不慢地重复道 嘶 不是幻听 确定了这个消息之后 孙亦凡倒吸了一口冷气 怎么回事 那边发生了什么 孤家 怎么了 是谁帮了我们 孙亦凡死死地盯着尹卫询问道 事情很蹊跷 按照自己的计划 坚守住红城就算胜利 不奢求胜利 现在 传来的消息 不但是胜利了 更是让孤家全军覆灭 这让孙亦凡如何能够相信 孙亦凡可没有自大到认为王家真的强大到这个地步了 听说这一次孤家派出的阵容可是不弱小呢 那可是足足的一个老祖和两个长老带队啊 强者数十 其中那个叫做孤裕的老者听说更是达到了六次重修的境界 同城之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孤裕 甚至孙亦凡原本准备抽出一个强者前往支援 最后还是喊天说服了孙亦凡 但是饶师如此 孙亦凡依旧是悬着自己的心 现在 这突如其来的大劫显得过于蹊跷 肯定发生了什么变异 这其中肯定有人插手了 难道是斩龙格的那些人 不 孙亦凡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是谁插手了红城之战 孙亦凡眯起了眼睛 暗暗地思考着 家主 归来了 看着满脸震惊 惊疑不定的孙亦凡 终于 那个隐蔚露出了一丝笑容 缓缓地说道 家主归来了 短短的几个字 确实显得极其有力 这个隐蔚的眼中 此刻闪过了一丝敬畏的眼神 王臣 对于这个神秘的家族 虽然隐蔚很少接触 但是 在这些隐蔚的心中 王臣的形象无疑是恐怖的 高大的 因为 这些隐蔚本就是孙亦凡为王臣培养的 他们 才是王臣真正的力量 王臣 就是这些隐蔚真正的主人 难怪 同样 听到隐蔚的回答 孙亦凡一愣 而后 大笑了起来 一切 可以解释得通了 第2875章圣山的企图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孙亦凡终于是笑了起来 心中的那一丝疑惑 彻底地放下 王臣归来了 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似乎 王臣与红臣很有缘 上一次 王臣从展龙阁归来 也是率先出现在了红臣那边 当时的红臣也是处于岌岌可为的境地当中 王臣归来 斩杀了孤山 待人覆灭了那一次孤家的阴谋 这一次呢 这一次又是王臣归来了 如此看来 严城归来之后 王臣的实力又是提升了不少 最起码 看来那个孤裕肯定是被王臣斩杀了 不是吗 又是一次全军覆灭 想到这边 孙亦凡脸上的笑容灿烂了起来 孤家 还真是倒霉呢 孙亦凡可以想象到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孤家的人会如何的暴跳如雷 恐怕这一次 他们就是真的要疯狂了吧 这很好 上一次没有打痛孤家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 他们是否知道痛了 孙亦凡眼中寒光一闪 这家伙 归来的倒是很及时 心情大好 孙亦凡忍不住笑骂了一声 现在红城那边 看着尹卫 孙亦凡继续询问道 家主已经带人归来了 现在通过传送阵 想来不需要多少时间 便能够返回到干城这边 尹卫沉吟道 很好 听到尹卫的这一番话 孙亦凡眼中金光一闪 破局了 深吸一口气 孙亦凡抬头看了看夜空 常呼出了一口气 破局了 最让人担心的红城 已经没事了 那孙亦凡便能够将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干城这边 他不需要再担心 父辈受敌的威胁 他更不需要担心聚集成沦陷之后 带来的影响 甚至 王城的归来 让孙亦凡有了更多的把握 这便仿佛是一针强心计注入到了血液当中 让人顿时充满了力量 王城的归来 可不单单只是增加了一个强者那么简单 王城对于王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亦凡太清楚了 有一点孙亦凡甚至是不得不承认 如今的王家 虽然一直都在孙亦凡的控制之下 但是 王城归来 只要他振臂一呼 王城的一句话 便是可以决定一切 没有人会反对 甚至 自己反对也没用 王城若是想要让人杀相斩龙阁 大家绝对没有二话 这就是王城恐怖的号召力 现在 王城归来能够给所有人带来什么样的激励 这是能够想象的 何况 随着那边的战斗落幕 归来的不单单只是王城 还有段天任等人 这些都是很强大的战斗力 呵呵 圣山 或许我们会给你带来一个惊喜呢 看着远方圣山和王家开战的方向 孙亦凡眯着眼睛 喃喃着自语道 他很期待 期待黎明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在这个深夜 整个战场都笼罩在一层阴郁的气息当中 恐怖的杀鸡 浓重的血腥味 仿佛传遍了整个战场 今夜过后 或许战场的格局 将会再一次发生大转变 王家 到底是消失 还是消失 所有人都在期待 但是 确实少有人知道 局面已经开始转变了 就算是说那些得到了聚集成消息的人们 也不认为局面转变了 王家只是获得了一场局部的胜利罢了 而且这是很小的胜利 这能够说明什么 孤家 只是最弱小的一支队伍 没有人对他们抱有太大的信心 不是吗 真正的主力是让人看不透的圣山 是那个千万年不曾出现的殷山玉家 这两个势力还在 局面便不会改变 这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所以 纵然王城归来 也没有人认为 王城能够扭转什么局势 干城之外百里的那一片草原 依旧是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那边 才是真正的战场 相比起那边 红城那边不过是开胃菜 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夜幕深沉 此刻在干城百里之外的那一片草原之上 王家与圣山站在了对立面 巨大的草原中心 此刻更是站着两道身影 哼 王岩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忘记了 你是我们圣山的人 圣山一方 一个老者看着站在对面的王岩 面无表情地怒喝道 王岩 看着站在这边的王岩 这个老者咬牙切齿 叛图 王岩当初可是被圣山看好的年轻一代 纵然王岩还在天旋大陆 但是 他的名声却是通过管道传到了战场当中 战场之内的圣山 也有不少人知道这么一个潜力无尽的年轻一代存在 但是 现在的结果呢 这个年轻人站在了他们圣山的对立面 现在 更是站在了自己的对面 这让老者怒火冲天 圣山 我早已经不是圣山的人 看着老者 王岩面无表情地冷横道 圣山 听到这个词语 王岩觉得可笑 没错 当初他是圣山的人 但是 如今的圣山已经变了 他不是王岩心中的那个圣山 如今的这个圣山 充满了自私 充满了阴谋 这样的圣山还叫做圣山 甚至 王岩觉得对面这个老者的话是多么的可笑 现在知道说自己是圣山的人 可是 在天玄大陆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是他们将自己驱逐出圣山的 是他们对王家动手与自己为敌的 是他们说自己从那之后不再是圣山的人的 现在 自己与圣山又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 现在自己站的是什么地方 自己现在是站在王家之内 王家是自己的家族 是王臣的心血 王臣是自己的地点 难道自己还要帮着圣山对付自己的地点 对付自己的家族不成 这才是最可笑的事情 哼 圣山 也都不要脸的 不但是王岩 在王岩身后 黑袍更是毫不客气地冷恒了一生 他黑袍天不怕地不怕 会怕了圣山 笑话 混蛋 王岩 你知道你这是在找死吗 听着王岩的话 面对黑袍的嘲讽 圣山众人这一下面色越发的难 看了起来 站在王岩身前的那的老者更是看着王岩 面无表情地问道 是不是找死 你说了不算 王岩毫不示弱 好 很好 听到王岩的话 老者怒及返校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你们呢 直接忽视王臣 这个老者看着王岩身后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冷恒道 别忘了 你们可是圣山的一份子 怎么你们现在都要背叛圣山吗 老者深吸一口气 狠狠地喝道 四大圣地 四大家族 这几个势力可是圣山的核心 是圣山的骨感 千万年来 圣山几乎都是这些人撑起来的 如今 这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竟然背叛了圣山 站在了王家的身边 这才是圣山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也是圣山所未曾料到的事情 谁能想到 这些家伙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想到这边 老者的面色几乎猙獰了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面对老者的质问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面色都不由得唯唯一变 他们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寂静 长面 一瞬间陷入到了沉寂当中 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吗 眼看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圣山的这个老者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没有人察觉到 他的眼中闪过的那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 情况 似乎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 现在的一片寂静 不就是说明了一切 若是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真的铁了心站在圣山的对面的话 那怎么可能这个反应 或许 还有机会呢 想到此处 老者深吸一口气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别忘了你们的职责 别忘了你们的使命 别忘了你们的位置 圣山 从来都是你们的归属 现在返回圣山 一切可以既往不救 现在覆灭王家 王家的一切 都是你们的 老者继续说道 此番 可不单单只是灭了王家那么简单 圣山会如此果断地选择出击 更主要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吗 自从差不多两年前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站在了王家身边 对付九城联盟开始 圣山便是遭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原本庞然大物 这一下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实力 这对于圣山来说 无异于巨大的灾难 甚至 如今圣山之内的一些老祖 虽然依旧在圣山当中 但是 他们却是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啊 这让圣山陷入到了两难的地步当中 他们甚至无法立刻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更不敢贸然对付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那些老家伙会第一个不答应的 圣山很纠结 纠结了差不多两年 如今该解决了 现在 他们希望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归来 若是他们归来 一切既往不救 若是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归来 他们圣山依旧是圣山 依旧是最强大的势力 甚至足以抗衡斩龙阁 超越斩龙阁 想到这边 老者死死地盯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气氛压抑的恐怖 在老者的视线当中 一股不安的气息开始滋生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不少人面面相去 不好 眼看着这一幕 王炎的心 不由得狠狠地跳了一下 不但是王炎 黑袍 还有魔族 还有王家的不少人 都是意识到了不妙 他们终于知道圣山的企图了 近日最大的危机 不是来自圣山 而是来自他们的内部啊 第2876章 你没资格 感受着此刻阴沉的气氛 王炎的面色难看了起来 魔族 王家的所有人 面色也都是难看了起来 近日最大的危险 是来自内部 显然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还有一些矛盾 最起码 在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当中 不少人还是矛盾的 他们可以跟王家关系好 他们可以帮助王家 对付九城联盟 可以与王家一起分享利益 甚至是一起对抗斩龙格 但是 圣山 确实让他们矛盾 毕竟 他们千万年来 一直都是圣山的一份子 甚至是核心一份子 这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有着太深刻的圣山烙印 他们太难摆脱圣山 他们与圣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着无数的纠葛 真的能够做到 一刀两断 真的能够帮助王家对付圣山吗 在这沉默的气氛当中 一丝危机正在诞生 这怎么办 老祖 我们真的要站在圣山的对立面吗 那可是圣山啊 我们都是圣山的人 荣耀的圣山 难道我们要站在荣耀的对面 该死的 王家 圣山 很好抉择啊 隐隐的 一阵阵的议论声开始传来 人群之内 出现了一阵骚动 混蛋 眼看着这一幕 王妍的面色越发的难看了起来 哼 就要在这边大放厥词 与我一站 看着嘴角露出冷笑的圣山老者 王妍沉声喝道 不能再等了 继续等下去 鬼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让圣山的阴谋的场 必须将战斗挑起来 只要挑起了战斗 圣山的计划 就算破灭了 想到这边 王妍冷冷地看着圣山的老者 哼 与我一站 你有这个资格 听到王妍的话 圣山老者冷笑道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你们决定的如何了 你们应该清除我圣山的底蕴 如今 王家必须覆灭 你们难道还要与王家 站在一起与圣山为敌 你们要彻底地背弃圣山吗 看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老者继续询问道 老者哪里会不知道王妍的想法 他不会让王妍得场 甚至 这一刻 老者搬出了圣山的底蕴来 别人不知道圣山的底蕴如何 但是 相信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知道 哇 果然 听到老者的话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更是同时面色大变 他们是真的知道圣山的底蕴的 若是圣山真的发威的话 不少人面色变得无比难看了起来 如果此刻站在身边的不是王家 王家不是因为王臣存在的话 他们是绝对不会选择离开圣山的 只是 现在想到王臣 一股纠结的气息开始蔓延 甚至不少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一动 哼 圣山太大言不惭了吧 嘖嘖嘖 现在的圣山还是圣山吗 哈哈哈哈 现在的圣山已经变直了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难道你们想要同流和乌吗 别忘了他们已经背弃了圣山的荣耀 别忘了他们已经背弃了真神的荣光 你们难道也要背弃真神吗 别忘了王臣的身份 感受到气氛的不妙 一遍的魔族人群之内 却是传来了冷笑声 情况很不妙 这样的情况下 绝对不能给圣山机会 圣山知道打牌 但是 魔族这边的人可不傻 王臣便是王家最大的资本 一个真神传人 难道还不够 嘿嘿 就是 别忘了 圣山当初是怎么来的 不就是真神留下的吗 怎么 圣山你们难道忘了真神了 随着有人开口 这一下魔族之内炸开锅了 场面顿时热闹了起来 呼 眼看着如此一幕 王延唯唯唯唯出了一口气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似乎局面不算最坏 王臣的身份 现在很有用 果不其然 听到魔族之内撰来的话语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面色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是啊 圣山是为何存在 圣山的使命是什么 圣山的荣光是什么 真神对于圣山来说代表着什么 一瞬间很多人想到了很多 混蛋 这一下 轮到圣山的老者焦急了 哼 王臣不过是贼子罢了 他已经扭曲了真神的传承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代表真神 圣山的老者愤怒的大吼道 哼 我没资格 难道你有资格 然而就在这个老者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一阵冷恒声却是从原处传来 滑滑滑 气浪翻滚 在这犹如雷鸣一般的声音传来的同时 一阵急促的破空声却也是在这时候传来 在王家人群的后方 几道身影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朝着此地掠来 家主 是家主归来了 熟悉的声音 霸道的语气 恐怖的气息 感受到这一切 王家众人回头看去 顿时 不少人惊呼了起来 不错 这一刻朝着这边掠来的 赫然不就是王臣吗 首当其冲 王臣如同天神一般 踏浪而来 在王臣的身后 还跟着不少他们熟悉的人 狂人 江臣远 忘情古圣女 这些人都来了 哈哈哈哈 看着这一幕 魔族人群之内转来了一阵的大笑声 这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王家与圣山僵持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 大战迟迟没有拉开 那主要就是因为圣山有圣山的判断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也有一些迟疑 这样的情况下 耽误了时间 却是正好有了等待的时间 等来了王臣 这 该让人说什么的好呢 一下子 人群沸腾了 是王臣 他来了 王臣竟然回来了 看着掠到身前的王臣等人 正在纠结当中的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人 此刻却是面色复杂了起来 王臣 这时候出现了 这让人该说什么的好呢 是庆幸 是纠结 还是 小臣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心情复杂 魔族欢欣鼓舞 王家兴奋无比 人群最前方 看着这一幕的王延 也是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看着穿过人群 缓缓地走到自己身边的王臣 王延小道 大哥 看着王延 王臣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紧接着 王臣深吸一口气 圣山 哼 口气好大 你们能代表真神 一群背弃了真神荣光的人 岂能代表真神 你们 算什么东西 看着站在那边 面色惊疑不定的圣山老者 王臣面无表情地喝道 轰 一声乱哼 气浪炸开 王臣周身的气势和杀气 毫不客气地朝着 那的老者威压而去 一瞬间 天地凝固 圣山老者只感觉 无尽的杀鸡席卷而来 真个世界似乎都变得 扭曲和疯狂了起来 好恐怖的杀气 身形接连退出两步 老者这才稳住身形 看着王臣 老者的面色几乎扭曲了起来 王臣 混蛋 你这个混蛋 老者很愤怒 王臣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回来了 这几乎让圣山的计划破产 不但是老者 在老者的身后 圣山的人群也是哗然了起来 若是王臣不归来的话 或许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但是 现在 王臣的出现 让计划困难了起来 王臣的身份太关键了 这让圣山的人咬牙切齿 他们只恨当初没有杀了王臣啊 更主要的是 王臣此刻的话 太气人了 圣山算什么东西 王臣竟然说圣山算什么东西 这让圣山的人如何能够忍受 王臣修要大放厥词 混蛋 王臣 修要放肆 王臣 今日我们圣山变为真神清理门户 圣山的人群这一下炸开锅了 哼 放肆 我放肆你们能如何 清理门户 你们算什么东西 有资格代表真神 你们算什么 有资格清理门户 一群蝼蚁 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 你们还有资格说真神 面对圣山的愤怒 王臣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冷冷地横道 狂 狂 狂 这一刻 王臣便是无比的狂妄 这一刻 王臣展现出来的 净是霸道 他就是狂妄 就是霸道 圣山能够如何 反正脸面都撕破了 王臣才不会给圣山留下丝毫的颜面 哈哈哈哈 好 说得好 哈哈 王家主 说得好 一群狗屁不如的东西 竟然也在这边大放厥词 真是不知死活 王家主说得好 就是这样 哼 一群忘了主人的狗 也敢在这边乱叫吗 王臣的话音落下 这一下魔族的众人欢了 来到这边的身边 这些人毫不示弱的只是圣山怒火冲天的众人 混蛋啊 王臣和魔族众人的话语 让圣山所有人都抓狂了 往日高高在上的他们 哪里承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这简直不容原谅 简直不能饶恕 王臣 你欺人太甚 站在最前方 被王臣指着眉头大骂的那个圣山老者 这一刻更是面色一阵轻一阵红 王臣的一番话 可以说是直接戳到了整个老者的心灵最深处 王臣的话 可以说是踩到了圣山的尾巴 这个老者 这一刻快要气炸了 四大家族 四大圣地 你们如何选择 给一个决定 我们不用浪费时间了 深吸一口气 老者看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冷冷询问道 最后通牒 没错 这一刻 圣山这边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该说的都说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若是王臣没有来 说不得 他们还愿意好好的磨一磨 彻底的让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乱了心境之后再逐一击破 但是 现在呢 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王臣来了 王臣也不会给他们机会 如何抉择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该给一个答案了 到底是敌是友 就看他们的选择 第2877张完败 嗯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是该做出一个选择了 圣山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王臣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两年来 多谢你们的帮助 无论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的友谊不会变 深深地看着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为首的几个老者 王臣沉生说道 王臣没有责怪的意思 真的没有 试想一下 一个家族或者圣地 在圣山之内待了千万年的时间 几乎与圣山一起成长 一起荣耀 他们就是圣山的缔造者 更是圣山的主干 这样的家族或者势力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与圣山切断一切的关系呢 说道圣山的变化 难道他们几个家族和圣地就没有变化不成 别忘了 这其中除了朱家之外 其余的家族和圣地 当初可都是有背弃了真神的人 他们眼中只有圣山 没有真神 毕竟岁月足以改变太多 时间便是最恐怖的毒药 想到这边 深吸一口气 王臣静静地等待 多余的话 已经没有必要说了 不是吗 王臣相信 这些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随着王臣和圣山老者的话音落下 场内的气氛 这一下算是真的凝固了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会如何选择 继续站在王家这边 还是选择放弃王家 这让每一个人都关心 这让每一个人都觉得窒息 每一分每一秒 此刻都仿佛十年一般久远 王家的人紧张 魔族的人紧张 圣山的人何尝不紧张 谁都知道 此刻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一个决定和选择 很可能彻底地改变整个局面 圣山的追星叵测谁都看得出来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啊 呵呵 我朱家退出圣山 终于在等待了仿佛百年一般久远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人群当中走出了一个老者的身影 他站在了王臣的身边 朱家这一刻率先站出来的人是朱家 他们依旧是坚定不移地站在王臣的身边 正如当初 他们朱家独树一致 始终不曾忘记真神的荣光一般 这一刻 朱家依旧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们站在王臣的身边 他们选择了离开圣山 这是彻底的决裂 从这一刻开始 朱家不再是圣山一份子 他们甚至是圣山的敌人 混蛋 朱家 你们疯了吗 眼看着如此一幕 圣山老者的嘴角一抽 面色猙獰了起来 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要知道 此番圣山来的时候 可是抱着吃定了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的信念来的 现在 出师不利 第一时间 站出来的 不是支持圣山的人 而是支持王家的朱家 这让圣山老者如何能不愤怒 该死的朱家 混蛋 呵呵 疯了 不 我们朱家未曾疯狂 只是坚守心中的信念罢了 面对圣山的愤怒 朱家老者面色不变 他笑了笑 然后看着王臣 王家主 不 现在应该称您为大人了 将来 您将会继承真神的一切荣耀 我们我朱家 会守护在您的身边 老者看着王臣 表情无比的认真 好 哈哈 好 很好 多谢前辈 听着朱家老者的话 王臣大笑了起来 心情无比的畅快 朱家 还是那个朱家 朱家 还是未曾让人失望 朱家会坚定不移地站出来 王臣不意外 圣山 想要从内部破灭王家 想得美 王臣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呵呵 我清流阁 自然谁也是站在王家主这边的 圣山 不要也罢 王臣的笑声刚刚落下 又是一阵笑声传来 赐大圣地清流阁的人 站了出来 熟悉的人 如今的清流阁阁主 这赫然不就是燕成月的父亲 他此刻站在了王臣的身边 表达了清流阁的姿态 哈哈哈哈 朱家都站出来了 玄武家族怎么可能落后 真神的传承 我可不会背弃 嘿嘿 有一些人看来是真的忘记了当初的信念了 紧接着 一阵大笑声当中 玄武家族的一个老者站出来 他代表玄武家族 选择了站在王臣的身边 华 转眼之间的变化 这一下真是的让人群炸开锅了 朱家也就罢了 谁都知道朱家的信念如何坚定 圣山本就是不对朱家抱有什么希望的 毕竟 当初朱家便是第一个站在了圣山的对立面 他们选择了支持王家的 如今 他们能改变 所以 圣山对于朱家的态度 还能忍受 但是 现在呢 第二个站出来的清流阁 第三个站出来的竟然是玄武家族 这不得不让人群炸开锅 甚至王臣都诧异了一下 对于清流阁的选择 王臣或许还能够理解 毕竟有燕成月这一层关系在 有燕成月魔神传承者的身份在 那玄武家族呢 四大家族当中 王臣可以说是与玄武家族的关系是最疏远的 与朱家 关系不用多说 与青龙柳家 有柳新炎作为纽带关系也是不用多说 与白家 王臣当初更是在洛南的时候 进入过白家 开办的学院修炼过 进入过白家的秘境 接受过白虎的传承 与白灵等人更是关系不错 如此情况下 与白家的关系 可想而知 只有玄武家族 王臣很少跟他们有接触 没想到的是 如今 率先站出来支持自己的 竟然是玄武家族 这让王臣如何能不诧异 该死的 你们 玄武家族 清流阁 你们疯了吗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吗 这一下 看着玄武家族和清流阁站出来 圣山的老者面色越发地扭曲了起来 疯了 这些人都疯了 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 玄武家族会支持王臣 要知道 细算起来 甚至玄武家族与王臣是发生过过节的 这样的情况下 玄武家族不是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圣山这边吗 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该死的玄武家族竟然这么迫不及待地站出来 背叛圣山 站在了王家的身边 难道他们觉得王家能够抗衡圣山了吗 混蛋 玄武家族 你们要做什么 怒急之下 老者狠狠地质问道 哼 我玄武家族要如何轮不到你们过问 现在 我们玄武家族与圣山在无关系 面对圣山老者的质问 玄武家族的老者面无表情的冷恒道 该死的 眼看着玄武家族这么坚定 圣山老者面色阴沉如水 你们呢 深吸一口气 强压着怒火 看着剩下的柳家和白虎家族 还有三个圣地 圣山老者沉生询问道 最后的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了 若是这些人也背叛圣山的话 那圣山 就差不多分崩离析了啊 想到这边 老者几乎疯狂 不 这些人不会站在王家那边 老者狠狠地想到 但是 心中那一种不妙的感觉 却是不知道为何越发地浓重了起来 嘿嘿 我们柳家的选择还需要询问吗 王晨 可是我们柳家的女婿呢 你说呢 果然 在圣山老者的询问当中 柳家老者站出来似笑非笑地询问道 他走到了王晨的身边 一个柳家女婿 这个称呼说明了一切 柳家与王家 是一家人 这还需要质疑什么吗 呵呵 不好意思 我白家也离开圣山 白家老者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们三大圣地 也退出圣山 紧接着 事情发展得让人瞠目结舌 紧随着柳家和白家 三大圣地的人相视一眼 都站到了王晨的身边 纵然身后一些不安的声音 但是 全部都被压制下去 三个为首的老者可以做出决定 他们可以代表三大圣地 顿时 场面陷入到了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四大圣地 四大家族 到现在为止 竟然 全部都站在了王家的边上 站在了王晨的身边 事实说明一切 若是王晨没有出现 说不得 这些人还有一些迟疑 但是 现在王晨站在这边了 还需要迟疑吗 跟着王晨有肉吃 有汤喝 跟着圣山呢 风光全部都是圣山的 他们还要受到圣山的节制 这一次 圣山说得好听 既往不救 但是 鬼知道等到风波过后 圣山会如何在暗地中对他们进行打压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但是 站在王家的身边呢 王晨的身份 足以说明他们有未来 王家的发展 让他们很有自信 最起码 这两年来 他们过得很好 不是吗 有地盘 有权力 有资源 有商会 还需要什么呢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选择离开圣山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哼 但是 这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做出的决定 对于圣山来说 确实无异于惊天之雷啊 站在原地 这一刻 圣山的老者面色苍白 后方圣山的所有人面色苍白 他们都显得不可置信 这是怎么了 这是在做梦吗 多少人梦寐以求加入到圣山当中 但是 都被拒绝了 现在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竟然做出了这样疯狂的决定 他们知道这个决定代表着什么吗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怎么可能背弃圣山 所有人的心中安安地想到 眼前的局面 让人无法接受 第2878章王言的实例 上 圣山的阵营当中 此刻陷入到了一片死集当中 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现实 他们感觉在做梦 哈哈哈哈老家伙 怎么 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吗 这样的沉寂没有保持多久的时间 狂人的大笑声却是打破了极境 对于眼前的一幕 狂人肆无忌惮地嘲讽 嘿嘿 圣山 看来真的是众叛心里哥 嘿 好幸灾乐祸 哼 圣山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 王言面无表情 呵呵 看来 已经有结果了 不是吗 人群最前方 王辰此刻也是嘴角挂着一丝冷笑询问道 结果 出来了 不是吗 圣山 现在又该说什么呢 不得不说 这一刻 王辰的心情也是很不错 最起码 情况很好 甚至比想象当中更好 不是吗 面对圣山下达的最后通牒 王辰也是硬着头皮等待结果 王辰唯独有信心的便是朱家 柳家和清流阁 甚至 王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 现在看来 情况远比想象当中的更好 想到这边 王辰嘴角的那一抹笑容越发的灿烂 混蛋啊 面对众人的嘲讽 面对王辰的询问 终于 圣山的老者忍不住怒吼了起来 混蛋 这一群混蛋 心中的那种不安的感觉 果然成为了现实啊 这一群该死的混蛋 他们竟然全部背弃了圣山 这是圣山老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结果 在他看来 最起码 该有人会选择返回圣山的 不是吗 但是 现在却是一个也没有 这完全与计划不符合啊 这简直就是完败 圣山完败给了王家 战斗还没有开始 圣山便是完败了 尤其是这样的完败 还是圣山自己一手促成的 这不是打脸的话 那又是什么呢 想到这边 圣山老者几乎疯狂 他们圣山的计划 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失败了啊 哼 废话少说 要战便战 不要浪费时间了 眼看着疯狂嘶吼的圣山老者 王辰面无表情的冷横道 他眉头一皱 露出了一丝不耐烦 一场戏演完了 现在该进入正题了吧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的 在这一次选择之后 无疑是将原先的一些毒瘤 彻底的清扫掉了 现在 王家这个阵营 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固 不趁着现在这一股气势出击 还等到什么时候 王辰眼中一丝杀意正在生疼 好 很好 王辰 你要站便站 你要找死 我便送你去死 面对王辰的挑衅 终于 圣山老者再也忍受不住 他狠狠地看着王辰怒吼道 轰 气势炸开 老者的头发倒立而起 他整个人如同魔鬼一般 看着王辰 杀 一声怒吼声当中 老者更是直接朝着王辰扑了过来 小辰 这一站交给我 眼看着老者杀来 不等王辰出手 站在王辰身边的王辰 便是深吸一口气说道 这是他的对手 不需要王辰出手 今日 便让这家伙成为自己的垫脚石 便让这家伙 成为自己的魔刀石 这一段时间来 王辰已经将王辰给他的那一枚菩提子彻底的炼化了 现在 便是看看自己真正战斗力的时候了 想到这边 王辰横刀立马 站在原地 丝毫不惧地看着杀来的圣山老者 好 交给你了 大哥 小心 听到王辰的话 感受到王辰的战意 王辰沉吟了一下 深深地看了王辰一眼说道 话音落下 王辰等人纷纷朝着后方退去 王辰要站 便让他站 对于自己的这个大哥 王辰从来都是有十足的信心的 王辰 一直都是一个恐怖的家伙 他的实力甚至王辰都不清楚 那个圣山的老者 正好 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转眼之间 王辰等人便是退出了何止数千米 哼 王辰 你不自量力 你要死 我便送你去死 原本还以为要与王辰一战 谁知道现在的对手竟然是王辰 这让圣山的老者更是咬牙切齿 他面色猙獰无比地看着王辰 受死 一声怒吼 老者双掌便是狠狠轰出 直奔王辰而去 地霎掌 啪啪啪 随着老者的双掌拍出 顶刻之间 气浪翻滚了起来 漫天掌影 掌风呼啸 整个天地 一瞬间 仿佛凌乱了起来 无尽的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横扫出去 那一个个掌影都如同食指一般 朝着王辰应了过去 哈哈哈哈 死吧 王辰 去死吧 王辰 这个叛徒 看看他如何能够抵挡自己的招式 整山的这个老者疯狂地撕好了起来 六次重修巅峰的实力 面对惊天气浪 面对恐怖的掌风 面对老者的咆哮 王辰却是面色不变 甚至 他眉头巍巍地皱了起来 六次重修的实力 这倒是让王辰意外 不是因为太强 而是因为太弱 在王辰看来 站在圣山最前方的强者 应该是更强的才对吧 似乎 自己太看重这的老者了 六次重修巅峰 若是在这之前 不得不说 王辰需要退避三射 但是现在 炼化了菩提子之后 王辰知道 那菩提子是何等的恐怖 王辰更是得到了想象不到的好处 既然如此 那边让圣山看看自己的实力如何吧 想到这边 王辰的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 死 哈哈哈哈 你有那个本事 在那无尽的掌风眼看着就要轰到自己的身前的时候 王辰眼中闪过了一丝冰冷的神色 我看你如何杀我 下一刻 王辰的身体动了 霸之急 轰 霸之急作然展现而出 一瞬间 王辰的身体仿佛一座为恶的山峰一般 屹立在那边 无尽的气浪 以王辰的身体为中心 朝着四周横扫出去 霸之急 这是三大极限之一 在不知道多早之前 王辰便已经领悟 这么多年下来 霸之急在王辰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施展的也是淋漓尽致 轰 那狂暴的气浪 甚至不等王辰出招 便是化为实质 朝着四周绞杀而去 轰轰轰 轰名声不断 朝着王辰席卷而来的掌风 甚至在这一刻 生生地被王辰的霸之急气势给阻拦了下来 给我破开 下一刻王辰站在原地 直接一拳轰出 轰 又是一阵轰鸣声炸开 体内的能量 如同洪水狂奔 融入到了王辰的手臂当中 呼呼呼 烈火燃烧 王辰的手臂上 此刻无尽的烈焰升腾而起 这便是王辰当初炼化的手臂 这是王辰一个巨大的机缘 只可惜 在这之前 王辰一直都无法真正地掌控这一只手臂 纵然知道 这一只手臂是何等的恐怖 纵然知道 这一只手臂当中蕴含着何等恐怖的能量 王辰也只能看着 这便仿佛是作用金山银山的人 却是无法使用一般 但是 炼化了菩提子之后 不一样了 王辰的实力提升了 菩提子的能量 更是还能帮助王辰 这让王辰已经能够更好地调动这一只手臂的能量 虽然还无法彻底地掌控 但是 比起当初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砰 一拳炸开 整片天地 转眼之间 仿佛化为了一片火海 王辰的手臂 这一刻 便仿佛是一头烈火巨兽 张大了嘴巴 咆哮着 朝着前方飞奔而去 好恐怖的气势 好恐怖的气浪 这一刻 伴随着王辰的一拳轰出 整个天地陷入到了崩塌当中 整个时空 都扭曲了起来 万千大道 竭尽崩溃 吼 怒吼声当中 王辰的这一圈 仿佛能够贯穿日月 一路向往 不可抵挡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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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不断炸开 一阵阵气浪朝着四周 狂暴地轰出去 漫天的涨风 漫天的涨影 都在这一刻王辰那恐怖的气势之下 崩溃 毁灭 王辰一往无前 转眼之间 便是杀到了圣山老者的面前 在那个圣山老者 骇然的神色当中 王辰的这一圈 与他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砰 下一刻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传来 大声音 听的人甚至不由得感觉毛骨悚然 呼呼呼呼 随着沉闷的碰撞声炸开 无尽的烈焰更是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朝着圣山的老者便是迎面覆盖而去 怎么可能 炙热都气息 狂暴地气浪 面对王辰的这一击 六次重修的圣山老者眼中露出了骇然的神色 王延 他竟然如此强大 要知道 在这之前 王延在圣山众人的眼中 顶多就是一个天赋超群 潜力无穷的后辈罢了 对于王延的实力 老者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 现在 他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所有人都小看了王延 这一刻 王延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最起码也是媲美了六次重修的高度啊 面对王延的这一击 圣山老者只感觉整个身体似乎都被撕裂了一般 恐怖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 尤其是这一击当中 爆出来的那灼热气浪 烈焰覆盖而来 那灼热的气浪能够融化一切 在这一招面前 老者的招式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隆隆 手臂传来了清脆的声音 转眼之间 老者的手臂甚至已经变形 啊 伴随着一阵惨叫声 老者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朝着后方倒飞了出去 第2879张王延的实力 下 华 掀开层层气浪 这一刻 老者在惨叫声当中 直接被王延给轰飞了出去 狂暴的轰鸣声不断地炸开 老者口中鲜血更是狂喷不已 不 怎么可能 使者 眼看着这一幕 后方圣山的所有人也是在这一刻神色大变 没错 这一刻被王延轰飞出去的这个老者 赫然不就是圣山的使者吗 在圣山之内 他的地位非同寻常 他的实力无比强大 六次重修巅峰的实力 这绝对算得上强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对王延 没有人会担心圣山使者是否会失败 他们需要考虑的就是王延能够坚持多久的时间 只是 现在的情况呢 现在的情况让人大叠眼镜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仅仅是一招交锋 被认为不可能失败的圣山使者 竟然被王延轰飞了出去 而且 看起来 似乎受了不清的伤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延 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 圣山的所有人 心中都不免战斗了一下 都不免神色大变了起来 斯 与圣山众人截然不同 看着这一幕 王延身后的王家众人则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家伙 什么时候强大到这个地步了 黑袍嘴角一抽 面色怪异了起来 王延大哥 嘿嘿 不愧是我的偶像 狂人露出了一丝傻笑 眼中却是闪烁着崇敬的光芒 要知道从以前到现在 狂人唯一佩服的人 就是王延 甚至比佩服王延更加佩服王延 看着王延此刻霸道无比的一击 狂人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体内热血隐隐地翻滚了起来 浩墙 不但是黑袍和狂人 在场的其余人看到这一击爆发出来的威力 都是忍不住面面相去 看来 炼化了菩提子了 收获 似乎很大 只是 这一集 人群之内 王延面色冷淡 看着远处的王延 王延的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王延很强大 这一点 王延从未怀疑 但是 按道理来说 王延似乎不至于强大到这个地步 就算是炼化了菩提子 也不至于如此才对 王延 到底还获得过什么机缘 王延不知道 但是 最起码 王延此刻那一只燃烧着烈焰的手臂 却是让王延感觉到了诡异 很大的能量 甚至 隐隐之间 那一只手臂当中散发出来的能量 让王延都感觉心惊不已 那不是王延的手臂 王延知道这件事情 当初王延告诉过王延 这是王延在魔界之内获得过的一个机缘 那一只手臂是王延获得了 他甚至为了那一只手臂不惜斩断了自己的手臂 用那一只手臂取而代之 只是 之前王延一直无法控制那一只手臂当中的能量 所以没有展现出来什么罢了 难道 如今能够掌控了 那一只手臂当中 又是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王延眯起了眼睛 不过 很快的 王延的嘴角却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如此也好 王延强大了 是好事 不是吗 如果说 这个世界上 谁最不可能背叛王延的话 那无疑就是王延 这个王延的大哥 他始终都站在王延的身边 纵然王延是要下地狱 只怕王延眉头也不会皱一下 他会果断地陪着王延走入地狱 这就是王延 圣山使者 呵呵 麻烦了呢 逆着眼睛 王延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嘴角挂着冷笑 他等着看好戏 一招交锋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不是吗 王延占据了上风 接下来 又会如何 王延死死地盯着场内 看着那犹如凶兽一般站在那边的王延 哼 不过如此 一招轰飞了圣山使者 没有理会四周的哗然 王延神色冰朗 他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的横道 紧接着 很快的 王延更是抹掉了嘴角边挂着的那一丝鲜血 再来 一声轻横 王延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再次朝着前方杀去 这一刻 王延根本不打算给圣山使者喘息的机会 六次重修巅峰的实力呢 这可不是弱者 以王延如今的实力 想要战胜这样的强者 并不简单 第一招交锋 看似王延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但是 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了 首先 就是圣山使者太小看了王延 他没有施展出全部的实力 其次 便是王延爆发出来的这一股能量太古诡异和磅駁 一下子让圣山使者措手不及 正是因为如此 王延才会取得这样的结果 现在 若是让这个圣山使者缓过起来 让他站稳了脚跟的话 那一切就都不好说了 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将对方彻底的碾压 不给对方站稳脚跟的机会 让对方疲于应对 正是因为如此 王延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杀出 滑滑 气势爆发到了极致 一时间 王延如同一座山岳一般 朝着前方碾压而去 一切阻拦在他面前的都被撕成碎片 甚至天地都要被他给分开 杀 转眼之间追上了被轰飞出去的圣山使者 王延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 慌 一声乱哼 王延那一只满是烈焰的手臂 再一次狠狠地轰出 吼 这一拳轰出 天地变色 这一拳轰出 传来了一阵怒吼声 这一拳轰出 王延整个人的气势似乎都发生了变化 依旧霸道 甚至更加霸道 只是 在这无皮的霸道当中 更是蕴含着一丝暴虐的气息 王延整个人 此刻仿佛化为了一头荒兽 他从天而降 如同猛虎扑石一般 朝着还未站稳身形的圣山使者扑了过去 不好 使者大人 小心 无皮的气浪炸开 看着化身成为荒兽扑来的王延 在后方 所有圣山的人 都不由得揪心无比 好恐怖的气浪 比起之前 甚至更加霸道 这一次 圣山使者能否抵挡 看着王延 所有圣山的人 眼中都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忌惮的神色 混蛋 你休想得逞 一阵震惊呼声传来 感受着这无皮的气浪 还未站稳身形的圣山使者面色大变 苍白的连山露出了一丝惊恐的神色 好恐怖 此刻站在这边 圣山使者只感觉 自己仿佛是被一头来自洪荒的凶兽给盯上了 那种死亡的感觉 弥漫到了周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延的身上 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洪荒之戏 这一头仿佛化为了实质的烈焰荒兽 到底是什么 如同君灵天下 眼看着这一级轰落 圣山使者的瞳孔 猛然收缩了起来 如果可以 他现在第一时间肯定会选择避开 直接与王延的这一级抗衡 笑话 这样的话 得不到丝毫的好处 要知道 现在的自己 根本无法全力反击啊 但是 很可惜 力无可避 王延的速度太快了 那一股气浪直接横扫而来 甚至不给圣山使者喘息的机会 如此之下 何谈躲避 该死的 给我滚开 感受着那炙热而狂暴的气息 圣山使者能够做的唯一 便是尽可能地拿出自己的实力抵挡而去 憋屈 心中剩下的只有憋屈 空有一身的气力 却是无法动用 自己还陷入到了危险当中 没有人能偶体会 这到底是一种何等的憋屈 啪啪啪 面色猙獰 看着从天而降的荒兽 紧咬着牙关 圣山使者 如同吞天巨蟒一般 从下而上 只冲云霄 一时间 天地暗淡 剩下的之后烈焰荒兽的红色和天地巨蟒的青色 两股光芒一上一下 很快的 在天地之间碰撞在了一起 碰碰碰碰 轰鸣声 接连炸开 尘埃漫天 风云涌动 变闪雷鸣 恐怖的气浪 化为实质 朝着四周扫荡出去 一时间 方圆数千米 瞬间化为一个地狱 化为一片废墟 退 眼看着这一幕 甚至无数围观的人 都不得不连忙朝着四周抱退而去 轰 轰 轰 在所有人退去的同时 一阵阵轰鸣声 更是接连不断的传来 整个大地 在这轰鸣声当中 颤抖 天空当中 无尽的旋风涌动 在那旋风的核心当中 荒兽和巨蟒纠缠在了一起 怒吼声不断 咆哮声震耳欲聋 烈火飞溅 光芒四射 如同星辰炸裂 如同火山喷发 那恐怖的气势 甚至传到了数百里之外 数百里之外的干城 此刻都在这一股气势的引导之下 隐隐地震动了起来 哼 不过如此 给我破开 在这怒吼声和轰鸣声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的时间之后 终于王炎失去了耐心 他的面色冰冷 看着那挣扎的巨蟒 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小小巨蟒 也想要与自己的荒兽抗衡 破开 怒吼声当中 王炎周身的气浪爆出 哼 身体之内 无尽的能量都被调动了起来 一时间 王炎体内的经脉 此刻仿佛是化为了康庄大道 他体内的那些能量 更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咆哮着注入到手臂当中 甚至 在王炎的丹田当中 那一枚一直发芽了的菩提子 隐隐地颤抖了一下 嗡 一股轻柔的能莲 顿时弥漫到了王炎的周身 遍布四肢百孩 动手这一只手臂能量 给身体带来的负荷 带来的撕裂一般的疼痛 在这一股菩提子能量之下 顿时消失无踪 甚至 这一股菩提子的能莲注入到手臂当中之后 王炎的气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轰 烈焰炸开 本就疯狂的烈焰 一瞬间 直冲云霄 王炎的手臂当中的那一股恐怖的能量 仿佛此地地被激发了一般 吼吼吼 一阵狠怒吼声传来 只见在王炎手臂之上的烈焰当中 突然凝聚出了何止万千凶兽 每一头凶兽 在这一刻都是猙獰咆哮 在王炎怒吼声当中 这无尽的巨兽 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扑出 融入到火海当中奔腾咆哮 直奔那与荒兽纠缠在一起的巨蟒而去 第2880章圣山长老 滑滑滑 整片火海 此刻都在战斗 都在震荡 王炎突然之间爆发出来的这一股能量 真的撼天动地 无尽的洪荒巨兽奔腾而出 场面又是何等的震撼 突然之间飙升的烈焰 甚至让整个世界 都化为了一片火海 炙热的气息 似乎驱逐了一切的冰朗 似乎照亮了整个夜幕 世界 已经彻底地扭曲崩溃 恐怖的气势 再次朝着四周横扫而去 再一次逼得远处观战的人 不得不节节暴退而去 好恐怖的气势 看着那烈火当中毅力的王炎 所有人眼中都闪烁着 骇然的眼神 竟然提升到了如此地步 这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王炎的实力 到底如何的强大 他竟然还有余力 想到这边 众人心中发冷 当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那圣山使者 倒霉了吧 看着被烈火包围 甚至看不到身形的圣山使者 圣山所有人面色都苍白难看了起来 轰 轰鸣声炸开 眼看着万千巨兽咆哮而来 被围困在烈焰之海当中的圣山使者 这一刻 面无血色 冷汗淋漓 明明周围一片炙热 但是 这个圣山使者 却是感觉自己仿佛是陷入到了极寒之地当中 那无尽的冰朗 似乎都已经蔓延到了他的骨髓当中 让他感觉难以喘息 嘴角不断地溢出鲜血 这一刻 圣山使者的身体甚至忍不住地开始颤抖了起来 他满脸的恐惧 不 终于 当无尽的猛兽奔腾到面前的一瞬间 圣山使者发出了惊恐的惨叫声 轰 无尽的轻光炸开 本就是在与荒兽较量当中落在了下风的巨蟒 这一刻随着万兽的融入 哪里还有丝毫的胜算 轰鸣声当中 那巨蟒直接炸开 随着巨蟒炸开 圣山使者的身体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扑扑扑 张口之间 不断地喷出鲜血 圣山使者的身体瞬间被轰得倒飞了出去 吼 然而 这一次 他甚至没有机会飞出战圈 因为 就在巨蟒被轰碎 被吞噬的一瞬间 那仿佛有了生命的荒兽 确实发出了一声怒吼声 奔腾而来的万千猛兽 仿佛是感受到了荒兽的意思 全部融入到了荒兽的身体当中 顿时 荒兽画埃一座大山 气势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 甚至比起之前 变得更加强大了起来 怒吼声当中 荒兽身形一闪 只扑飞出去的圣山使者而去 张大了那烈焰大口 荒兽竟然直接朝着圣山使者吞噬而去 不 救我 长老 救我 眼看着如此一幕 感受着死亡的威胁 这一下 圣山使者再也顾不上许多 他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求救 这一刻 他只有求救 否则的话 他必死无疑 圣山使者不想死 他还有很多荣耀没有享受 怎么能够在现在就隐落了呢 还有人能够救他 最起码 在后方 圣山的阵营当中 还有一个长老存在 这个长老实力强大无比 只要他出手肯定能够救下自己 想到这边 圣山使者不顾一切地丝毫了起来 哼 混蛋 亡言 休要放肆 果然 在圣山使者的求救声当中 一阵冷恒声传来 滑滑滑 骚动的圣山阵营当中 一道身影横空踏出 那一道身影化为了一道虚影 就在荒兽眼看着要将圣山使者吞噬的时候 那一道身影杀到了荒兽的面前 放肆 一声冷哼 这个老者眼中爆出了无尽的精芒 砰 而后 这个老者毫不客气地一拳轰出 砰砰砰 接连的撞击声炸开 在这轰鸣声当中 只见那强大无比的荒兽 身形竟然在空中硬声声地顿了一下 喉喉喉 紧接着 一阵阵惨叫声传来 烈焰纷飞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整个世界 化为了烈火的世界 无尽的烈焰 如同一场流星雨一般绽放而开 光芒迅速地手链 那荒兽的神形扭曲了取来 砰 终于 再也无法承受那一股恐怖的攻击力 发出一声不甘心的怒吼声之后 荒兽的身体炸开 如同烟花绽放 整个世界 冰粉绚烂 扑痴 随着荒兽炸开 烈焰火海溃散 站在后方的王炎 如遭重击 身形狠狠的一顿 喷出一口鲜血 王炎的身体连连地朝着后方倒退而去 足足退出了数十米之后 这才被随后赶来的王臣给扶住 呼呼呼 随着烈焰火海消失 整个世界 突然清冷下来 寒风呼啸 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寒意 看着场内那一道身影 在场不知道多少人又是忍不住暗暗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圣山的长老 这一刻出现在这边 救了圣山使者的那个家伙 他就是圣山的长老 这让王家之内不少人瞪大了眼睛 要知道王炎的那一级是何等的生猛 连六次重修的舞者都无法抵挡 甚至险些丧命 但是 这个圣山的长老出现之后 竟然轻松地直接轰灭了烈火荒兽 他到底强悍到了何等的地步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时间 气氛仿佛凝固了起来 看着那一道身影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甚至露出了忌惮的神色 哼 王炎 你太畅狂 直到这时候 扶着面色苍白的圣山使者 圣山老者面无表情地扫了一言口吐鲜血的王炎横道 这是一个身着青色长山的老者 鹤法童颜 面色红润 整个人站在那边 便是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他 便是圣山长老 他才是这一次圣山阵营当中 真正的强者 原本 他是不打算出手的 对付王家 何须他来出手 只是没想到 圣山的计划 竟然彻底地失败了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竟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了王家的阵营当中 王炎竟然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甚至险些斩杀了圣山使者 这让老者不得不出手 这一刻 老者眼中带着一丝怒意 冷冷地盯着王炎 哼 这一场战斗 你不应该插手 听着老者霸道的话语 不等王炎说话 王臣赶到这边的王臣 便是眯起了眼睛 率先说道 这是王炎与圣山使者之间的战斗 不是吗 这个圣山长老 不应该出手 他的出手 破坏了王炎的一次斩杀 现在 王臣很生气 嗯 我不应该出手 哈哈哈哈 听到王臣的话 圣山长老却是冷笑了起来 王臣 我出手了 你又能如何 老者居高临下 冷冷地盯着王臣 他更是丝毫不掩饰眼中蕴含着的那一丝杀机 王炎要死 王臣也要死 既然今日自己出手了 他们两个人 自己都要斩杀 想到这边 老者那银白色的长发 无风自动 你出手了 我就不得不出手了 看着大笑的老者 王臣嘴角也是露出了一丝很冷的笑容 不紧不慢地说道 原本 在看到王炎的实力之后 王臣不打算出手做什么 王炎足以应付眼前的场面 不是吗 现在看来 是有人逼得自己要提前出手了 王臣当然不介意提前出手 你 哈哈哈哈 王臣 好大的口气 听到王臣的话 圣山长老却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大笑了起来 逼得王臣出手 王臣有这个资格说这个话 还真是狂妄无知 王臣 既然如此 今日 便让老夫领教一下你的厉害 老夫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真神的传人 到底有什么本事 紧接着 深吸一口气 老者冷冷地盯着王臣横道 记着 若是你死了的话 那杀你的人 就是老夫 老夫是圣山九长老落逍遥 话音落下 老者将圣山使者放在了一边 朝着前方踏出了一步 呵呵 我是不是狂妄无知 你很快也就会知道 放心 今日 我死不了 你若是死了 记住杀你的人是我 王家王臣 听着老者霸道无边的话语 王臣不甘示弱地冷笑道 瞪 话音落下 王臣毫不示弱地朝着前方站出了一步 圣山的长老 王臣倒是很想要知道 这个圣山的长老到底有什么本事 既然如此 一站也好 王臣倒要看看 他难道还能比三公子更加强悍 三公子的化身 王臣甚至都险些斩杀了 还会惧怕圣山的一个长老不成 若是今日站在这边的是圣山之内的那些老妖怪 说不得 王臣会紧张一下 但是 一个长老 还不至于让王臣忌惮 大哥 这一场战斗交给我 放心 那个圣山使者 我给你留着 紧接着 王臣转头看着一脸担心的王延说道 嘴角露出了一丝让王延放心的笑容 好 听到王臣的话 王延一愣 而后磨掉了嘴角边的鲜血 露出了一丝憨厚的笑容 仿佛 在王臣的面前 他便永远是这一副模样 对于王臣 王延有十足的自信 虽然知道圣山长老很强大 虽然不清楚王臣如今的实力达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王臣既然这么说了 那么他王延就会相信 想到这边 王延冷冷地扫了一眼圣山长老身后的那个面无血色的圣山使者 你的命 等我来取 丢下一句话 王延便是面无表情地转身朝着后方的王家阵营之内走去 他 确实需要休息了 刚才一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 也消耗了太多的能量 自己这一只手臂一旦调动起来 需要耗费的能量 只有王延清楚是多么的恐怖 正好 好好地休息一下 他 等着看王臣斩杀圣山长老的画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